大家好,歡迎Satamu Trophy 歡迎回來《影民對談》這個節目 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今天再次邀請到我們的客席嘉賓夏冬 來跟我們講一下電影 大家好,又是我夏冬 大家別來無恙 夏冬,我們今天講些什麼戲? 今天我們是田坑的 上次只能怪我衰多口 不過君子一言,就事馬難追,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這次就開一個新系列 就是...應該叫他做什麼好呢? 不如叫他做黑社會系列吧,好嗎? 我聽起來也挺直接的 對,直接一點吧,做人是不是? 反正我跟你說,三級底系列 我想大家不會明白 當然不明白是一件好事 利新,我覺得在這個系列裡面 我們會涉及的題材 就是全部純粹是學術討論來的 首先在這裡我嚴正聲明 我夏冬本人 和Mutrophy本人 兩個都不是黑社會會員 亦不打算 自稱三合會會員 我們講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學術討論 又或者純粹是電影分享來的 我們認識的東西全部都是在書本、雜誌、周刊 又或者在街上聽那些三教九流的東西 聽回來的 如果大家認真就變成輸了 第一 第二就是什麼呢? 千萬不要這麼認真 我們講的那堆東西可以是錯的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出來逛那些 即使Mutrophy跟我經常逛街都被鬥也好 我們真的不能出來逛街 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江湖中人的 你認識那些東西 我都勸你不要在下面留那些言 不要留那些什麼三合會的詩 想著來跟我相應 我不會認識你的 雖然我懂得背幾首 但問題是背那些東西是真的犯法的 這裡嚴重聲明 所有未能滿18歲 又或者那些心智不能成熟 頂不齊信那些人 千萬不要聽下去 還有最後一件事也是我認真說的 這裡所有東西都是懶高深 以及裝模作樣的 如果你不忍住或者頂不忍住 就麻煩你可以按個靠測走 好了 如果剛才我們講的東西沒問題 而我們這個頭盔又戴好的話呢? 我們不如直接開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新的這個系列 黑社會系列 我們這次要講的就是1999年的三五成群 由前昇偉導演執導 他是以1997年的壽謀平同黨蕭絲案 而作為藍本作的一套故事 這套東西就會是我們整個系列的開頭 首先大概說一下三五成群說什麼 其實三五成群都是最主要 將當年的壽謀平同黨蕭絲案 就忠實地呈現一次 當然有些少少出入 例如最後有個攝氏人 跟蛇公說 蛇公勸他自首之類的事 在現實呢 據我所知就是沒有人相信他們說的話 是三叔 走去捕泉做這個金手指 這件事才讓他們 只能夠說 在香港那個年代是一個 有些東西荒誕到一個極點 就不會有人相信 就像那個出埃及記這樣說 你沒有人會相信一群沒有組織 唯唯唯的幾個年輕人 真的會做出殺人這麼大的事 你不會猜到幾個年輕人 真的會殺人 他犯是這樣的來天帶罪 沒有人會相信一群十四歲 我也是那句 交無都未生齊的年輕人 會搞出一件這麼恐怖的事 尤其是整件事簡直是 吻滅人性 真的吻滅人性 雖然我們這麼多年 自這套東西1999年出來之後 我們網絡的文化是 用了很多去拿來做Meme 即是什麽進 沒有人認識你 人起朵你起朵 即是很多這些東西 即是很多Meme 但在這裏我們都要認真一下 就是什麽呢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兇殘 亦都沒有人性的故事 大家用來搞笑一下Meme 就是一回事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這套東西是這麼恐怖的 其實大家可能聽到這裏 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下東呀下東 你不是講黑社會系列嗎 黑社會系列 你為什麽要走去跟我說 為什麽會用三五成群開始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套戲的話 其實都會很清楚一件事就是 其實三五成群是講一班同黨的故事 同黨就是說他不是黑社會 或者直接說他們是唐朝 就是一班屋邨的同黨 關於黑社會是什麽事呢 關於線棍鞋 即是我們在紮跡那裏講的是什麽事呢 其實我想說的那件事就是什麽呢 這一套戲有趣的那件事就是 我覺得 我喜歡它那件事就是 它夠低級 整件事 其實坦白說的 1999年的電影製作水平 那個感覺 即是這套東西的質感 給我的感覺是很簡陋 Mutrofi 即是你這樣看這套戲 你的感覺是怎麽 即不是說劇情 我是想問一下你 你覺得質感給你的感覺是怎麽 你覺得質感充滿著這個 心情 然後呢 想尋求肯定 然後才用一種讀書以外的方式去獲取其他人的肯定 而他們都是為了自保才做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真的會被人欺負的 對不對 那你不想被人欺負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 令自己欺負人 那你可以欺負人的時候 就會被人欺負 對不對 那你自己選 要是被人欺負 要是欺負人 那當然是欺負人 那最後不如便出了事 是啊 就是這樣的 這套東西 為什麽我會選它作為我們這套系列的intro 就是這樣的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只是同黨 其實它遠遠都未入到黑社會的範圍裡面 因為黑社會其實是一班有組織的犯罪集團 至少是系統性地說 是一班有組織的犯罪集團 而這班同黨基本上就是一班烏合之眾 真的是非常之低級 但我就是喜歡它的低級 如果大家是由《影文月報plus》那一集 聽扎職之後期待我們這個系列出 然後看到我們這一集的朋友 或者觀眾呢 其實你應該會聽我說過 香港黑社會的職級分別 我在這裏很簡單覆述一次 香港黑社會的職級分別 是六級八職的 分別就是由四九仔開始 就是最底層會員 之後再到線棍鞋 就是白紫線草鞋和紅棍 之後這三者之後 然後再上二路元碎 就是一個叫做 大一點的人 然後到最後一級 就會是 就是鄉主 或者我們會叫做大佬 或者叫做龍頭 或者可能是最大的那個 總之就是整個堂口 不是黑社會 是堂口 或者這個字頭的最大的那個 Javid 人 就是真是最大的那個 之後呢 可能你又說 你們又會問回我了 喂夏東 你都說這班同黨來的 不是黑社會來的 那他們有什麼傻的資格呢 就是這樣的 其實他連四九仔都不如 Muchovi 整套三五成群裡面 你覺得誰是黑底的 就是有黑社會背景的呢 我猜 剛才B 剛才B 這次有黑社會背景 絕對是 他絕對是 大王 大王可能有 因為他最後弄死了 阿雞的時候 他也打電話給一個人 但他為什麼不理他 他叫大哥來的 感覺上 公平一點說 公平一點說 但是問題 我要技術這樣說 你對的 大王 就是神仙B絕對會是一個 一定是黑社會背景的人 但是問題是大王呢 你問我 我覺得他未必是黑社會會員 簡單來說 他未必是四九仔 好了 如果大家 如果不是一集職的一集 來聽我們這一段的人 或者會想 什麼叫四九仔 四九仔不是最底層會員 最底層會員 不是你就入會 是別人都做到這件事情 不是嗎 就是這樣的 正統的黑社會 又或者叫做 所謂熊門 又或者叫做 香港熊門 這個 會是我們日後 這個系列 還不繼續再採取的 概念 但我會再想說 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香港熊門的四九仔 就是你入會的會員 最低層的會員 有一個儀式你要做 儀式是怎樣 那我不可以說 又或者這樣說 我們在黑社會說 賭償那一集 我們就可能會略略說一下 儀式的意思 但問題是 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你成為會員 那一刻就是 你過了儀式之後 你將你所有個人資料 寫了一本叫做 海底的東西 即是名冊 簡單來說就是 整個字頭的會員 的一本書 一本小冊子 一本名冊 你只有你的名字進去 你才會有資格 叫做一個四九仔 即是入會的 那你問我呢 我覺得二日大王在這個故事的表現 他可能連四九仔都不如 可能只是一個藍燈籠 好了 大家可能會開始說 啊 藍燈籠 即是什麼 是啊 一些就是有人收去做 但不過 有一個未寫入海底的呢 那些都會叫做藍燈籠的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大王是一個藍燈籠 因為他 怎麼看都不 即是以他的水平 不像是一個四九仔 當然啦 他有資格啦 因為其實啦 你想想 這一套劇三五成群 其實是很屈肌那樣東西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當然啦 但慕名而來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面子級啦 就是我從小到大看很多 關於他的面子的 即是經常都說 神仙B啊 人起多你起多 哪個殺我啊 你老母那些 即是很多這些東西啦 但問題是 因為我未看三五成群之前 我都猜不到 原來這套劇 是這麼有趣的那樣東西 就是說 他在說 大王呢 你想想 大家作為一個觀眾 你第一時間看這一套劇 你就是看到大王 在看第一個鏡頭 就是第一段的戲 就是講 他們整班人在混那條絲 即是混走了阿雞那條絲 其實如果大家不知道這一宗 是受莫名消失案 就是好像我那樣 我一開始完全 我真心的 我真心不知道這宗 以消失案 還要是真人真事 發生的消失案 來看法的一個故事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就心想 咦這班人在做什麼鬼事 為什麼會整班人在賣強水 然後找紙尾盒 然後就偷手推車 就是偷婆子鼻箱 就是推阿伯出馬路 偷了他手推車 是呀 就是這麼慘的東西 或者去五金舖買一堆強水 都可以兇狗人 即是他們會做很多事情 我一開始其實第一幕 大家作為觀眾 如果不知道這宗 是真是 是一宗真人真事改編的問題 的兇殺案 你是會不能知道 這宗發生什麼事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這套戲 最成功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點 很多人都會歸咎 三五成群的大王 其實是古惑仔看壞了的 即是你同不同意這個觀點 才能否重避 那些傻虧 才會覺得 看完古惑仔之後 才會想走古惑 我覺得 即是 你現在看古惑仔 你會想走古惑 你自己想想 即是這麼說 你即是好人好命 你怎會想走去行古惑呢 即是好人好命 即是你去到的 都是那種很可憐的底層人物 即是這個又要搬回去 即是我猜不到這一刻 我們可以搬回海關戰線那句 記不記得是什麼 什麼呢 什麼呢 底層邏輸 底層思維 底層思維就是底層行為 底層思維 底層的思維就引致底層的行為 這個這麼底層的行為 就令到你作為一個底層的人 這件事其實是很完美的出現在三五成文這一套 正如我們剛才幾分鐘之前 在說我喜歡這套東西夠平均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喜歡它夠底層 其實很簡單 可能大家聽的觀眾 我們的觀眾是比較蠻蠻的 可能真的都有一點歲數 我成長的階段 可能是2000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同黨這件事 又或者我生活的環境已經少了 真的很少 當年以前我也有去屋邨生活的時間 因為我去探望我阿嬤 探望我家的老人家 但是問題是 我看三五成群的時候 當然那些建築物我也有去過 當然也密是人非的 我知道 但是就是說 它令我想起很多以前我小時候 看到的所謂的哥哥 我看回頭 為什麼他們的Casting這麼好呢 他真的是很地貓很土炮 尤其是他選番薯做第一個大佬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正的一個故事安排 你想想番薯那件事是在做什麼 就是番薯為什麼可以做到大佬 番薯之所以做大佬 是因為他找一群中學生 是圍圍圍的 是啊 他在做的事全部就是靠客 簡單來說是什麼呢 他是不是最能打的那個 不是 大王先是整個故事中最能打的那個 So call 是不是 你可以這樣說 是啊 So call 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我就是感受到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角色是非常貼切 就是什麼呢 你是感受到他那種很低層 那種完全是那種是 那種是只能夠用底層人物來形容他的生活 你想想 書有讀五輪七成 之後呢 還要是叫做一個所謂混血 當然的 就是因為他家裡的背景就是一個 他爸爸是有香音說話的 大家回想一下 番薯的家裡 可能大家會覺得番薯這傢伙的傢伙 就是又聲帶甲惡又拆 又沒有什麼魅力 又不英俊 又不是打得 那麼他有什麼值得可憐呢 老老實實那句的 我覺得社會會不會走去怪責 那些小孩看完古畫仔走古畫 這件事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是一件很好笑的事 其實三五成群對我來說 它就表現了一種就是 一班14、15歲的年輕人 他們最需要愛和關注 還有一個社會幫助的時候 這個社會到底有多少次可以伸出援手的機會 但是全部都放棄了 先從班柱的家來講 你想一下他家的構成就是一個找招不得眼的爸爸 也有一個沒什麼學歷的媽媽 還要這麼巧這個媽媽是太國籍的 然後就經常拿這個舅舅去靠一下 但誰知道原來舅舅是漏的 多少人不夠神打的 雙拳能力射手 你想回頭一樣 這個舅舅是什麼 泰拳的拳手 其實他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是什麼 不是講道理 是講哪個拳頭硬 哪個拳頭大 哪個嚇到人就作主 這個是很差的家庭教育 結果他可以找到欺負高的人 他就只能夠欺負中學生 他在開頭去推送垃圾 丟垃圾的時候 已經是完全顯示到那種 你就只能夠是一個小流氓 你就只能夠欺負一些更加弱勢的人 就是中學生打你不過 或者不夠你惡 或者是一個普通的年輕 怎麼會夠你惡呢 你就可以欺負他 他身邊欺負得最厲害的就是三叔 但問題是三叔是弱智的 那當然可以欺負他 老老實實 一個成年三十幾四十歲的男人 會抽不贏 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 真的會抽不贏 又或者這麼說 番薯那個演員 這樣的歲數的時候 一個四十歲的狀漢會打不贏他 即是真的武力上會壓制他不到 沒有可能那件事 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這樣 就是因為底層的人 就是只能靠耗用鬥痕 而這件事就是來了 很有趣的 我剛才就是講 那些人去怪責 那些小孩看完古惑 那些小孩走去行古惑 那些問題 其實大家是沒有想過那個年代 90年代 故事是90年代發生的 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故事裡面的所有的小朋友 每一個人 家人開口埋口第一句 見到他就是臭小孩 然後就吵他 從來沒有關心過 不是是臭小孩 為什麼不交家用 是臭小孩為什麼不交家用 你沒有出息 你納納殺 即不是納納殺 但是沒有用 沒有人性 要不就啞 從來不是說 兒子你今天怎樣 上學上得開心 是沒有問過 當然這個小孩也不會去關心爸爸 上班開不開心 而最恐怖的是什麼 還要是那種感覺 是燒頭了一份 晚上一份 他是一日回兩份工 打兩份工去賺錢 是很可憐的那樣 而這班年輕人又讀不成書 但他又不想回家的時候 他只能夠在街上流離浪蕩 那久而久之就變成街童 這個就是故事 而三五成群我覺得最正的那樣是 後來他們棄屍消屍之後 他第一幕就是講阿必 即是臨子善的家的情況是怎樣 他一去到警局 警察就已經跟他說 哎呀小孩你拾生 然後他的老爸是什麼 就是你沒事不要來找我 但有事你找到他就屌層你 好了 那一幕也告訴我們 阿必是來自一個單親家庭 為什麼 因為爸爸 爸爸就北上找不孤 就離婚了 有第三者出了鬼 有個兒子 這樣就離開了這個家庭 撫養拳就給了他媽媽 但不知為什麼這個媽媽 拿了兒子回來呢 就不是打算養的 只是爭的 而他又不是真的很認真地走去上班的 走去澳門的 結果他就跑去保釋 擔了這個小孩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又不是帶他回去煮飯去吃 或者好好教一下這個兒子 第一件事就是跟他說什麼 你不要妨礙我我要去蒲京 我要過大海 喂 這個這樣的家庭 是可以出到一個小朋友 是正常不學壞的 是多麼瘋狂的一個幻想 不知道各位聽眾有沒有玩過卡遊戲 我只是有時候想問那件事就是 作為這些父母 他們會希望自己的兒子 生生生生生生賺多些錢 出人頭地 那些 但他們又不能照鏡看一看自己 應該是好事 你明不明白這個意思 兩張白卡 是不會合到一張SSR卡出來的 你是不會忽然間基因突變的 這些學術少少的說 就是馬克思這樣說的階級複製 就是回覆那句 一班底層的人是怎樣形成的 如果馬克思在現代說階級複製那件事 他很明顯就是跟你用回海關戰線那句 就是底層邏汁引致底層思維 底層思維引致底層行為 底層行為就是引致你個人底層 你就看到番薯阿必這些人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件事 其實我想debunk那件事是怎樣呢 其實是糟糕來的 大家如果覺得 去歸咎這班年輕人學壞 是因為看古惑仔 這個只是逃避責任的表現 我想說的是 這個是一個逃避責任的表現 與其說是逃避責任 我會說這個是一個 讓他們自己良心好一點 這個 excuse 那些老師教不成學生 就說全是他看古惑仔 就是因為他看古惑仔才弄成這樣 不是因為我弄得差 不是因為我沒有關心他 是因為他看古惑仔 他難以負不上席 是的 他難以負不上席 看古惑仔 但是他們沒有想過 這一班年輕人 簡單來說就是 那一輩的家長 經常都會說 欠你的嗎 不好意思 他走差踏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小時候沒有讀書 那樣東西就是三字經 三字經不是屌你老母 臭氣那些 是養不教父之過 教不賢師之多 你那班年輕人教不好 你覺得這個問題真是 那班年輕人道嗎 這些明顯是大人的問題 也關於社會環境時 那時候 你有看那個 之前說的 林嶺東三母曲的學校風雲 就算你不搞人 那些黑社會 也有來學校搞你 報警也沒有 這個就是那樣東西 其實 反過來 大王為什麼忽然間 大王的角色是很有趣的 一走出來 他顯示武力那樣東西 就是 記不記得是阿雞呢 走去遼氏鬥飛 之後是個小童群一會 還是什麼來的 還是街坊福利會那些 然後之後 對呀 那類似的小童群一會 那種 之後他就撞到 鼻屎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 在打 霸了他的乒乓球桌 在打球 他就嘴唇唇唇唇唇唇 就去別人打球打屎 然後被人一板打下去 他唇唇後 撞到大王 大王和阿B兩個在玩 之後阿雞第一件事是滅風點火 之後就拖馬拖大王過去 其實大王一直都知道 有話 diz 半句都不可以相信 半句都不能夠相信 但是大王始終都是用拳頭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越來越確信那件事就是拳頭大話事 我想證明給林子倩看 說道理讀書沒有用 只有拳頭才是最重要的 你記不記得他在做功課的時候 他在用玻璃瓶在打自己的腳 林子倩在叉管補出來的時候 兩個人在自修室做功課 但是問題是大王已經在拿著可樂樽打自己的腳勁 其實這是泰拳修練自己的腳骨的方法 他們的理論就是把前面的勁骨的軟組織 就是軟骨打碎了他 這樣就會慢慢變硬 變硬之後再打碎 再變硬 再打碎再變硬 這些是泰拳手游至大的訓練 而記不記得阿必跟大王說 大哥我剛剛在叉管補出來 我做功課也不夠時間做 你不要再在我旁邊敲目魚 大王第一句就是講那個是什麼呢 功課也好做 書也好讀的 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拳頭大話事 那件事很有趣的 這套東西一直在說拳頭大話事 簡單來說就是這幫小孩受到的教育 從來不是有道德的 不是說打人是不對的 或者做那件事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這樣說吧 不要隨便我問你一會兒 你覺得為什麼同黨會現在消失呢 除了少子化這件事消失之外 除了因為少子化現在不夠小朋友 所以沒有同黨之外 排除這個原因 因為首先他那個背景下 家長之所以一天打兩份工作 很明顯就是因為他們的教育程度變低 當然這個不是他們的問題 這個是時代的各限 社會逼的 對 會逼成 但是現在這一代 他們的子女 怎樣都接受過9年免費教育 怎樣都中學畢業 教育程度高一點 自然會想自己的兒子靠知識改變命運 而在現在這個大環境下 我不肯定知識可否改變到命運 對啦 就是這些個人經驗就算了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 李兄弟我做了李嘉誠 對啦 這些個人經驗就不要說了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整體的氛圍 我覺得更嚴格過80年代 你看到那些校規都還很古老的 就是那些女生的裙子就越長過 男生就不知幹什麼 發肢不可以過味 不可以橙青 男生就發肢 對啦 對啦 就是那些很難忘記的 很難忘記的 很難忘記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 就是micro management 對你的嚴格程度 你明白的意思嗎 就是你明白的意思嗎 就是小 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小事春秋大事無能 簡單來說 你就是在那製造一些細小的東西 你就製造得很緊 因為這些就是你可以控制到 你就製造 但是問題是有一些大一點的 例如道德教育 一些品德的教育 怎樣教他怎樣做人 就是怎樣令到他讀聖言書 又或者又是人生志向 你老母這些那麼難的東西 你又教不了 這些校規本不到 某程度上 學校對學生的規限是嫌弱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就是不理真也好假也好 就是知識改變命運 就是你給了一個妄想 跟學生講話 知道你到大學 你就會成功 你就會賺到錢 那問題就是你了 那你入黑社會 是可以賺錢大年 會知道自己賺了多少錢 就是你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相反你認真讀書 考大學 而且你真的可以做到一支正常職業 你明白嗎 就是那個確定性 就是你會大概知道 你未來的方向是怎樣 你明白嗎 那這個就是 現在的學生不入黑社會的原因 因為你入黑社會真是笨蛋 就是以一個很理性的角度去看 以前入黑社會 就是各班學生入黑社會 其實基本上是有三個原因 不外乎 缺愛 就是你家裡沒有混亂 又或者這麼說 缺愛只是一個根 但問題最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是什麼 你沒有人關注 沒有人注視你 你有什麼好得過就是 一班同聲同氣的哥哥 覺得你很重要 對你是有認同的 拖氣裡面就是 所有的家長對那班小孩 從來都沒有認同過 真心的 整個故事裡面 可能最可憐那件事 三叔對阿雞 都叫做有一點認同 是不是 你想想整個故事裡面 有哪一個大人 會對著那班同黨有半分的認同 這個只是其一 第二 就是說 這個年代 就是說沒有人管 結果那班小孩被人打的時候 你不想被人欺負 你就只能夠埋堆 你埋堆 你就會進去 你那班黑社會就有得叫做埋手 因為其實那整套戲都貫穿著這個思想的 我們都未夠18歲犯法都不會判過重罪而已 他們整件事都是這麼有錢無空而已 那這些就是最適合那班黑社會 這班小孩又簡單又易操縱 做起思想來又不會有什麼大後果 非常之低廉的工具來的 那為什麼不用呢 真是廉價勞工 哎呀 那件事很廉價 還有第三件事是什麼 這個世界有時候入會 就不是自願 簡單來說 頭兩個就是自願 出於一個就是想被注視得到愛 第二個就是想得到保護 但是第三件事 可能大家都留下了那件事是什麼 你不入會被人打 你不入會有更多麻煩 你會硬入 所以我就是想 我們講了這麼多件事 就是想說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們去怪罪三五成群 這班年輕人 我首先重申 這班年輕人做事 是錯誤到全家產的 這班人我不覺得他們任何一個 就是問心一句 我覺得他們任何一個都應該要判終身的 我覺得是不應該放出來 不然我們就放了出來 那就別管了 但是問題是 那件事就是說 我不覺得他們是值得可憐 但是問題是 大家要解釋 要想回頭 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存在 是不是 就是說那個社會 容許到這些同黨存在 還有我還想再補充一件事 香港人那種法治意識的薄弱的程度 又或者這樣說 我的個人經驗 又或者我們從小到大 我收到的教育 我不知道你們在幸福家庭出生是怎樣 但是問題是我受到的教育 又或者我到處聽回 老爸老母怎樣教小孩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Motrophy 我想問問你 你為什麼會選擇 綠燈先過馬路 紅燈不過馬路呢 因為會被車撞 對 被車撞之外 沒有了 反正所以 我覺得紅燈 如果你沒有車 我覺得是可以過的 你守規則 但是你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如果每個人都浪費了時間 這個社會的效益就會降低 是啊 但問題是我受到的教育 或者我聽外面的人說 就是什麼 從小到大我們身邊的人都跟我說 就是千萬不要亂過馬路 要不然就被警察叔叔拘捕 哦 哦 就是你不亂過馬路那件事 已經是 就是你說為自己 確保自己安全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聰明少少的了 就是一個叫做古典個人主義 古典個人主義那件事 因為是一個共同利益的 就是一個共同利益 其實簡單來說是什麼呢 大家守法的原因 就是 就是 因為犯法會被人罰 而不是大家會覺得就是 哦 我亂過馬路 其實是會造成其他盜弄使用者的困擾 簡單來說就是 有輛車經過 會撞到我 我死了 但是那個人 或者我受傷 那個人會被人釘牌 或者扣分 這些是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 就是你很想死 或者你的炎命長 是你的事 但是你何必 生命影響生命 你走出去被車撞呢 大家明不明白那個意思 我想套回那件事是什麼呢 為什麼同黨會在這個年代消失呢 除了社會比較富裕了之外 我覺得 是因為對若而的法律 的定義案例 又或者條文 清楚了 和執法強了 對一個香港這樣的社會來講 一幫這樣的人 你只能夠用這樣的法律去管他們 因為那些人從來不會因為牽涉道德 好像呼應在90年代 整個三五成魂 整個故事裡面 你有沒有感覺到有一刻 是做任何的決定是關於道德的事 就是那個年代 那個禮賓樂壞幾個年代 你整個說 什麼高個年代 這個年代都是禮賓樂壞 但是總之就是 這是你講的不是我講的 我覺得現在欣欣是為由自及興的 其實都是講全球大而已 就是 多謝政府 多謝我們的祖國 我是擁護習近平主席的 他令到香港由自及興 由亂到自由自及興 遲些還有大改革 多好 我們一起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好 Let's go 厲害了 他媽的牛B 邁向中國人 OK 那我們繼續 就是那樣東西 所以你說三五成文整套東西 他就是呈現了那種很底層的東西 其實這套東西根本 跟黑社會的尖邊 其實不是很 就是擦邊的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 沒有一個真正的黑社會 神尖邊可能是一個 四九仔 或者以他的紋身 或者可能 有機會是一個打手 是不是紅棍 我真的不知道 但問題是就是說 他之外 就是一個不存在的所謂大哥 但問題三五成文就是 反映著那個社會的現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這一班小孩 在他應該得到指引的時候 沒有得到指引 他應該要有關愛的時候 沒有人關愛他 只有冷漠和紮罵 結果就釀成了這個錯誤 其實很老實那句 最恐怖的東西是什麼 這套東西我覺得 還有另外一個很值得說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阿雞的柱形那段故事 那一段是更加恐怖 我覺得 但坦白說的我覺得 他只是玩大了 你問我 玩大了 但他整個感覺 那一幕我覺得 令我想起我小時候讀過的一本書 叫做 《Lord of the Flies》 《湯瑩王》 或者在中國的譯名叫《瑩王》 他們的故事就是講 有一班小孩淪落了荒島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這本書 其中有一幕 這本書是一本政治預言書 故事裡面去到尾段 就有一個很嚴重的事發生 事源就是這樣的 就是那些小孩在荒島上 總之就不然間發現 有一條屍體 變成了他們一個恐懼的象徵 那他們要怎樣排除這種不安恐懼感呢 他們定期就會圍圈 就有一個儀式 就會有一個 整班裡面有一個小孩 就會套著一個野豬的頭套 之後就會被整班群體的小孩追打他 是一個儀式來的 一邊打他一邊打他 這樣整班小孩 就可以發洩到心裡面那種恐懼 你覺不覺得 有點像阿雞被人執行所謂的家法那段時間 聽一下這樣說的 其實我覺得阿雞是一個被人發洩的一個術口 就是一種無處安放的 心情 就是為了一些很虛無憂的事情 大王之所以執行家法 都是為了自己的威嚴 全力弱 但其實這些只是一個很無謂的事情 其實你不執行家法 不代表你的威嚴無忍了 你明白嗎 整個故事沒有分別 但問題是他覺得 他就是想施戰權力這件事 他就是想去實現他的暴力 這件事 之後那班女兒在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身仇舊恨一次過而已 之後還有一班就是試殺成勝 就是很暴力的 就像番薯那班一樣 但其實還有一班是怎樣呢 就是一班人在一個群體裡面 去到最後他沒有選擇之下 大王有一句命令 誰留力的就被人打那個 所以整件事都幾 你想想就是 人類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會感受到那件事就是 原來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所以我們就團結 但當你團結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矛盾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因為其實在故事裡面也有展現到那件事 就是例如番薯 他作為一個提供場地的人 他其實在唐朝裡面 算是馬仔最多那個 算是 是吧 就是technically speaking 是吧 就是他是一個 為我們提供資源的人 是啊 理論上他應該是最惡那個 但不好意思 他也是大不過大王 唐朝裡面說過 我們個個都平等的 但是不是真的平等呢 大家有沒有讀過 有一個動物農莊 那一個動物農莊裡面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 就是佐治歐威爾寫的 就是什麼 每種動物都是平等的 但有些動物都特別平等 就是 就是了 你看到的 其實在一個這樣的群體裡面 有人說過 每五個人開始就已經有權力架構 更何況唐朝這個這樣的同黨 之後你就會看到就是什麼呢 阿雞的那個被人虐待的過程 剛才說過 有大王一個想展示自己的權力 有一些是新仇舊恨 有些是單純想去發洩自己的暴力傾向 但有更加多的就是一班本身不想落手 但問題為勢所迫 又或者叫做 因為身處在一個這樣的群體之間 就發生了這些事 基本上就跟凝王裡面說的一樣 就是他也都暗喻那種法西斯的主義 而那種隱藏在人類裡面對極權暴力 那種獨松和崇拜 所以你問我這一套戲 是不是大家想下去這麼陰 這麼低質 這麼普通 這麼平庸的一單普通的奇案片呢 其實我就真的不覺得 反而我覺得其實它 你換個角度看 其實它反映很多社會的現實 其實事實上 我為什麼會近來迷上了奇案片呢 正如我們在《沒有人看的正義回廊》那一集已經有講過 奇案片是透視社會脈絡的 而《三五成群》這一套戲就正正透視了在90年代屋邨這班小孩 為什麼會有壽茂平徒講蕭詩案的一個社會脈絡呢 坦白說的 你問我吧 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壞人呢 我覺得不是的 他們只是說難聽一點那句 他們只是幸運打死了他們的朋友 那什麼是真正的壞人呢 真正的壞人真的不是這些低級的東西 坐手打死一個人 真正的壞人是那些 真正的壞人 真正的壞人 是呀 把這個人枝架完後面不改容 還要拿去餵狗的那些 哈哈 那些Jimmy仔 Jimmy仔 這樣的 他的故事 我們這個系列的後面絕對會遮蓋到的 但我們下一集其實想講的是什麼呢 一班真正的壞人 為什麼會可以在這個社會被人理化得這麼厲害呢 沒錯 我們下一集其實是想講古惑仔的 我們想跟大家講一下古惑仔 這一套戲除了真是來亡吊磋 來懷念過去 成功到晚 日子總的樂趣 就是這一班這麼帥的古惑仔之外 當然的 古惑仔是帶動香港文化很多潮流的東西 我知道的 當然的 我們這一集已經講過 就是說 古惑仔是否真的帶壞小孩的主因 不可能是 那到底有什麼可以好說呢 如果期待的 我們下一集見 在上次講完同堂之後 我們就 想講這個高級少少的 古惑仔 雖然都不是很高級 但是 始終這個古惑仔 這三集其實都 有正式的影響 但是更大的是負責的影響 正式的影響 正式的影響就是 它確實影響了那一代 人對香港電影的看法 就是那些 還有人在扮陳浩南 來銅鑼灣 去一些廟街 去一些東西打卡 對香港電影來說 它有些負責的影響 那負責的影響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總會有人因為 覺得陳浩南益 那就加上了社會 這個就是一些 比較有負責的影響 不過 凡事都是一體裏面的 我覺得 沒有說這件事一定很差 我覺得 它始終都有它的價值在 那其實是對的 好處的東西是認真 其實香港現在很多 就是新一代的東西 大家都還未懂得珍惜或者推崇 那大家喜歡考古 那你考古到 七八九十年代 你三十年的 那確實真的是 香港電影的黃金期來的 那其實 我覺得鄭醫健 有一件事 其實對男生的貢獻 是一個大的貢獻來的 我想它在香港華人之中 就是香港 或者華人的圈子之中 是留長頭髮留得好看的 其中一個人 第二個那個留長頭髮留得好看的 那個金城帽 是這兩個人影響了後來的男生 留長頭髮的想像 試問誰不想像他那樣 留到那把頭髮那麼漂亮呢 對不對 好 當然 其實古華仔在香港那樣東西 可能是文化上的影響多些 就是它是一些比較像文化一點點的東西 我會形容它 因為其實很多 這些是一些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因為他說的話是真的好笑的 當然 其實我覺得它在我心目中 大家用它來搞笑的頻率 只是低於周星馳少少 你會不會呢 Mosophie 我比較年輕的 那我就不會的 那可能夏冬會 畢竟他比較跌近那個年代 我也是長你幾年的 做年輕 那你就跌近那個年代多些 我沒有說錯 你不要說我比你更加貼近周朝 混蛋 對的 都是的 都可以這樣說的 那客觀上沒有錯 對不對 那你又沒有說錯 我覺得 我告訴你真的得罪很多我們的聽眾 我們的聽眾其實很多都 年紀比較蠻蠻的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更加明白 就是古華仔其實對我們的文化影響 就是這件事是真的 但你問我 我現在負面影響那樣東西 就正如我們上一集 在三五成群這一套作品 裏面說的一樣 絕對是這個社會的家庭教育 和這個社會對青少年的關注 從而引申後果 失敗的推堂來的 真是 根本就是 雜無旁貸的他們 簡單來說就是 我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就會明白的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牛腦未畫古華仔之前 是不是古華仔系列未拍之前 就沒有人走古華的呢 並不是 大家明不明白這個意思 就是說 是不是周星馳 跟你說用隔夜飯炒飯 你就不會用隔夜飯炒飯 這個世界本身就有這些東西 那些人拍了來做電影 說了故事 你走來跟我說 這套東西教壞 很簡單 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看完 《沉默的高揚》 覺得阿漢尼北 醫生很帥氣 香港出了食人魔味嗎 真的沒有說這麼遠 你看完九龍城寨之後 你不會到街打人 大家看那些 如果票房成功的 長江湖那些 你去了抗美援朝沒有 那些真的看了一套 不是 看一套 心裏面是一套 我想說那件事 你的癌痕很實際 但問題 我想說那件事 就是 如果一套戲 這麼容易教得壞 小孩 為什麼不可以教好呢 你明不明白這件事 多荒謬 一個小朋友為什麼會走偏 你覺得真的做大人沒有責任 社會沒有責任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反思那件事 當然啦 我們這一集 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上一集 《三五成群》就說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看完這一集 其實你絕對可以回到《三五成群》那一集去聽 你們可能會有第二個角度去看這一套戲 但不要緊 我想跟大家說那件事 其實《古惑仔》這套戲 我承認他是把陳浩南這個角色美化了 其實剛才《三五成群》說《九龍城寨》 都可以有一點點聯繫 因為理論上他們兩個都是江湖片 我對江湖片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關於民間的鬥爭 不涉及政府的故事 可以是有組織 可以是無組織 也可以是一些個體或者一些團體 大家為利益而爭奪 而過程中不牽涉政府的干涉 沒有公權力在裡面的 我會稱之為江湖片 其實你想回頭 《九龍城寨》和《古惑仔》 其實有一件事很相似 我真的很想問問你 在《九龍城寨》裡面 《龍捲蜂》 《龍捲蜂》的地頭 你覺得裡面的紙花檔 例如裡面的大煙檔 即是鴉片煙檔 賣白粉和雞豆 《龍捲蜂》的龍哥會不會不像呢 這就是一個管治的智慧 例如你好像某個國家 你什麼都不可以做 人們就會吊咬你 你應該怎麼做呢 就是將某些東西合法化 又不是說合法化的 就容許某些東西存在 那些人就容易一些管治 理論上是一個管治智慧 真的容許一些東西存在 但不能被搞到太大 影響整個地頭的風氣 理論上應該這樣做 很明顯《龍捲蜂》就是這個智慧 當然他的解釋就是 本來就是一群生革狗流的人 你不可以讓他什麼都不做 你什麼都不讓他做 那他就搞咬你了 就塑造成為一個必要之惡 但很有道義 對,還有 做黑社會做到大異立言 大家會笑咬四仔在說 仆街黑社會罵咬他們 這當然是一個笑點 但為什麼會好笑呢 因為大家都覺得龍捲蜂是一個很有道義的人 信一是一個很魅力的小運運 但問題是大家回想一下 林峰就是陳樂軍第一次遇到信一的時候 是在哪裡的 在白粉檔的 大家不要軟責性去看這件事 可以嗎 其實套到古惑仔的故事也是一樣的 古惑仔你賺食 你除了收影片之外 就是收保護費 之外你就是靠黃島讀 其實不要說到陳浩南 是樣樣都沒有份 讀品他可能真的沒有份 因為少年古惑仔 就是謝霆峰 Chef Lemon做的那一套 他們是真的說戒毒 不給吸毒的 大老B是不做毒品這一項生意的 之後就剩下賭錢 還有黃色事業 其實他第二集跟大飛 即是黃秋生去爭做話事人 總之爭地盤的時候 他們都要一起去經營的總會 這些你不要跟我說不是色情事業 這些是不是合法化 我想問各位大家 一個比較常理一點的問題 我知道的 電影是真的拍到他們 是非常有眾角異膽 又夠兄弟情 之後還要頗正直的 他可能會有一個解釋 可能會說 那我不做 都有人在家裡 只是門徒阿坤哥 這個世界真是講供求的 你猜 有人買就有人賣 關我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我沒有盜他 很明顯就是他自己壞 關我什麼事 其實大家 就是objectively 客觀一點看回頭 其實陳浩南那一班人 都是除了毒品之外 但是都相差無幾 都做很多犯法 你覺得合法化 覺得他很有道 而這個只是電影的描寫而已 但其實不是什麼 這麼光鮮亮麗的一件事 其實坦白說 古畫仔有六集 分別就是 古畫仔之人在江湖 古畫仔二之萬龍過江 古畫仔三之隻手遮天 九七古畫仔四之戰無不勝 九八古畫仔五之龍爭虎鬥 還有去到最二千年的聖者為王 一共六部曲 也不算前轉或者外轉 當然其實都真的 接近都不知道 如果整個Franchise加起來 可能有十幾套都還有 是不是 真的很多的作品 但我們這次其實想討論的 就是正轉的六部而已 或者嚴格上來講 你問我 其實我只是想討論一至四集 到第五六集 其實我覺得就失敗了一點 當然 當然啦 有很多原因 一個直觀一點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 第四 就是頭四集 是因為有漫畫的文本支持 但是 就是九八年的古畫仔 第五集 還有二千年的聖者為王 都是電影原創的故事 所以難怪劇本弱了這麼多 是很弱的 還要是 提到的話 話說 陳浩南是有出現在 《九龍城大》的書裡面 我其實有點期待 就是 這個是一個矛盾 你問我 我覺得所有香港的影迷 都會想看浩南哥 回去 就是去九龍城寨做一個正義的角色 之後去幫幫 幫一下 然後就閃了去 那就行了 但是問題 有一個題外話 都很有趣的 因為我真的不是這個年代 但是相傳 鄭伊健 其實很痛恨古畫仔這個系列 去到月後 他甚至連自己鄭伊健的名字都不想下 他只是下意見 還要好像聽 那些製作團隊 好像文進先生那樣 說是真的要求的 去到後來 這個不是公開的事實 就是整群人迫他去發股畫仔 其實是 因為真的 難聽一點 但是很老實那句 你問我 頭四集 與其是說 陳浩南那種春風得意 劈一劈到扶搖直上 倒不如其實說 陳浩南那種心不由己 震慎 我覺得 我一直看的時候 我是覺得陳浩南一直走 是很後悔 你跟鄭伊健本人一樣 都是這樣心不由己 絕對是 真的心不由己 你就好像很想那些 Deadpool 看到鄭伊健 扮花臣很難下 全九龍城仔續集 但問題是 我覺得他本人未必肯 我也覺得他不肯 還有那個Catching 我覺得這個不關是錢的問題 這個不僅是錢的問題 如果是錢的話 他可能早就加入了大灣仔 這個一定是 他老婆投資有道 不要理這些 都要賺夠 都要賺夠 為什麼要唱歌 你去唱歌也好聽 但問題是 真心的 你想一下 如果他真的為了賺錢 他加入了大灣仔 老實實的 其實由大灣仔 你就可以看到古葛仔這個Franchise 有多厲害 吃到這樣 吃到現在 20年 這個緣溫 今時今日都常有人願意埋單 是的 先不要說是不是香港人埋單 我說香港人什麼都不肯埋單 除了Marvel除外 就是外國的 Marvel都不埋單 Marvel都沒有埋單 屌你老母 你中國之戰 你會特地請半天關門 又或者你提早8點 你不知6點去看 然後去玩Deadpool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斷網 什麼東西 我意思是什麼 我知道現在很疲 是的 我都屌了很久了 我屌完之後 被人下面都屌回我 但問題是 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大陸人是會對香港很多事情 都支持過香港人自己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 當然 樓下下面的人會不會反應我 我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說中了你裡面什麼一句 你不想面對 Anyway 但是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這件 不會以古惑仔的身份去出現 一來是劇情問題 因為這個劇情很難舊 為什麼他要找陳浩南才知道 為什麼好好的的那些 陳浩南要找陳浩南幫拖 都是不外乎不夠人 劇情而已 可能陳浩南有內功 也有一套老公 不是 陳浩南沒什麼用的 就是他的出現 為什麼要找呢 就是因為大老闆 打火鍋的時候 沒有綠熟一些海鮮 就吃了肚子 結果他就搞肚痛 然後搞肚痛 然後剛巧巧 雷公子的男人 凝鋒就來到 結果凝鋒一拳打 打到大老闆就去醫院 所以他才找陳浩南 做什麼 幫拖 但是 但是陳浩南不一定幫拖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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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 什麼 那麼 什麼 我要這個 其實你問我整個古惑仔這個系列 有趣的東西除了透露的是陳皓嵐那種身不由己 當然的,身不由己之中他就有義氣去搭救 感覺就是環境很激烈 但問題是他有一班自己的兄弟 即是巢皮、包皮 有自己的山雞、大天椅 一班兄弟一起拍照去找這個亂世的謀生 靠自己的能力去打出一片天 即是有這種感覺的 即是有一種團結的意識在裏面 但在大體上我看到的就是 陳皓嵐開始越走越高的時候 第一,高處不升寒 第二,其實他有種感覺給我去處理不到再上層的東西 我們上次講三五成群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你問我就是由同黨開始的 正如任何一個職業 如果我們當古惑仔是一個職業 是有一個職業,有一個生涯的 就是我死不信就是一個好人好者 就是平時讀書讀到科科第一那些 就是小時候不打架 會一入黑幫就做四狗仔 之後做四狗仔做了十年就馬上升紅棍 這個世界是有一個過程的 是一個進化的歷史 就是如果大王他不是殺了阿雞 就是這件事沒有玩到那麼大 他可能真的由王朝開始晉升 就是由一個小同黨成為一個四狗仔 然後真的砍了砍砍砍砍砍砍上去 真的可能成為紅棍 紅棍之後做楚館 楚館可能做了鄉主 就是真的有機會的 這個其實是很多江湖中人的成長歷史 是不是 不要說江湖中人的 你上班也是這樣 由低做起的 就是由打閘 對啦 就是由打閘 什麼都要做 然後到中殘 然後就變老屎花 就是這樣 有誰不是 很多的 但是你問我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其實由第一集 可能是說正在做銅鑼灣抓拼人 然後第二集 其實他可能說 已經會碰到一點點台灣的黑幫過崗 就是猛龍過崗 就是因為他會碰到一些外部的勢力 但是之後第三集 因為他真的真的走得順 他真的做到很高了 都開始 就是差不多是一條線的 就是差不多是一支旗的最大的那個人 那他要對東升 去和他隻抽 但是問題其實 這些都是一些很本地的東西 其實去到第四集都是一些很本地的 基本上都是香港的事而已 但由第五第六集 他可能是要面對 在說的是大馬的拿督 又或者第六集可能是說 台灣黑幫的政治 黑金政治 其實你是看到是層層遞進的 是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本身可能是說拳頭膠 或者刀光劍影 砍油 砍砍砍砍砍砍 但是之後就開始 你發覺真心的 尤其是去到第五集打後 你會感受到 陳浩南 砍油其實幫不了這件事 他們已經不只是那種拳頭膠 很多東西都是拳鬥 拳鬥 我覺得已經牽涉到一些政治的那種 其實這樣說 我覺得我們這一集 如果走來和你回顧這六個故事裏面 陳浩南有什麽不開心 又或者我走來和你說 為什麽他會入黑社會 其實我覺得已經在重複我們在三五成群那件事 但都要輕輕說一下 其實你感受到陳浩南最身不由己那一刻是什麽呢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就是為什麽要做古畫者 很厲害 踏馬 英雄主義 我不喜歡我可以逗你 我不妥理可以逗你 就是你看到這句話 其實你就感受到 他裏面是透露了一點點意識就是什麽呢 就是 其實你進去這個幫會的人 又或者你作為一個年輕人加入這些幫會 從小出來走 那個目的是什麽呢 其實第一是獲取認同感 你是想有社會地位上的提升 為什麽很厲害呢 就是出來走為什麽很厲害呢 就是因為你團結嘛 就是我們常常都說的 權力最基礎那件事 是可以令到別人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 迫他做的那件事嘛 但其實為什麽你可以迫到一個人做他不想做的那件事 就是因為你可以威脅他的生命嘛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大家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當我真正威脅到你的生命的時候 你就怎樣你都要 基本上我對你的所有要求都是予取於攜的 有些什麽你是可以不答應的 直至到你不怕死那一刻 就是你不怕死你就沒事了 其實是這麽說的 就是說 很有趣的整套東西 這些其實基本上就是三五成群裏面 我跟你說同黨是怎麽練成的 就是因為你是底層 又是開關戰線那句 又是底層邏輯引致底層思維 底層思維引致底層行為 底層行為是否成就了你的人底層呢 其實我都說了 剛才一開始就開始跟你說 由第一集到第四、五集 你都會感受到就是 第一啦 陳浩南越來越吃力 因為真是高處不升降 很簡單而已 在第四集 阿山雞和陳浩南 因為什麽事爭執啊 你就是那些想做大佬嘛 一個人叫完雞出來 你一個人就在門口在等著嘛 然後出來那個人就說 原來叫完雞其實很空虛的 是很空虛的 但是為什麽那個人不聽 不相信啦 未試過怎麽知道空虛呢 是啊 這就是底層的人了 你明白不明白的意思嗎 簡單來說就是 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做坐管或者做大佬 半隻腳在哪裏啊 在警局 之後 半隻腳在寧堂的嘛 有哪隻腳是在家裏啊 或者是自由的啊 對啦 睡袖第三隻腳在家裏啊 可能是 鑑了出去 可能是 鑑了出去 沒有啦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 就是這件事是很 in a way 就是其實你越爬得上去 你越不自由啊 那件事是很多反智啊 所以你是感受到就是說 根本就是 不反智啊 你上班也是這樣而已嘛 你上班越上班 你也越不自由啊 對了 Exactly 其實上班你越坐得上呢 都是不自由的 權力這件事很難吊詭的 很多人走去追求權力 或者自由 但是在追求權力的過程呢 就變得越來越不自由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聽不聽得懂這句話 但是 很好笑 我覺得這件事是權力微妙那件事來的 就是鎮薩毛 我覺得是微妙的 那好啦 如果我不是走來跟你說說 有些什麼那麼有趣的時候 就是這五集六集 裡面有些什麼那麼有趣的時候 就是這些劈友啊 那些東西 我今集也不是走來跟大家討論 洪門的歷史的時候 那我有些什麼跟你說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方面 是很少人說的 Vutrovia 我問回大家一會 亦都可以問一下大家自己 你覺得那一下 在六集的《古畫仔》裡面 做大哥做得最厲害的那個 是誰呢 那就肯定不是陳浩南啦 他做了什麼都是賊的 陳浩南其實真的沒什麼成功 真的抵陳鵝濕啦 真的 不是陳浩南啦 你覺得是不是山雞呢 山雞是更濕的 更濕的 現在也是這麼濕的 演員也是這麼濕的 我又不覺得 山雞的角色 到了最後呢 他是做到三聯邦 然後日本山口祖啦 然後還有洪興的華視人 山雞 簡單一點來說 他一個人看了 就是權力核心 是做了差不多三個地區最大的華視人 他很厲害的 那他更加身不由己 對啦 最身不由己 那是不是阿靚昆最厲害的呢 靚昆啊 太衝動了 始終都 我第一罩死了 屬於衝動了 他不是一個有智慧的大佬 可能我們討論他是楊家會的 但是呢 我會覺得他施慈光庫很厲害 就是記不記得包皮呢 就是在開會嘛 然後他講了一句就是 在關乙哥面前 沒有分大小 然後就知道阿靚昆 你記不記得他回覆了他嗎 不過要分準備嘛 然後繞巴車下去嘛 那其實這句話呢 原句呢 就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包皮其實沒有什麼文化啦 真的沒有什麼文化 其實真正那句是 中二堂前無大小 紅花亭內有尊碑 就就是說 我在中二堂前面呢 就真的沒有分大小的 不過就有分尊碑 即是職級的問題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包皮作為一個死狗仔 死狗仔他絕對沒有資格做紅龜 或者是草鞋或者是白紫綫的了 但是問題是 阿靚昆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地區的駕駛人 他不是紅棍 至少是 即是他一定是 有差不多的職級的 所以是沒有可能不大過他的 所以就可以兜巴車勾他 他是斯池哥夫厲害一點 這些窮門規他比較熟 但不代表是一個好的大哥 那你覺得烏鞋呢 你覺得烏鞋呢 烏鞋囂張啦 自己踩爛一下關爾哥的頭 但是做他身邊的小子就糟糕了 個個沒有飽飯吃了 因為為什麼 對呀 他經常翻桌嘛 難做的事嗎 不要瘋了 然後之後每次都沒瘋得吃 你想像一下你做大哥 你每天都要解決問題 然後你覺得很難做 你就沒瘋得吃的話 你隔壁的小子都吃得吃了 所以其實做大哥 第一件事你講得對 不可以吹衝動 第二件事 他不可以讓他身邊的小子餓了 簡單來說他要有錢 第三件事你就不可以像陳皓嵐那樣說 就是講拳頭講雷 沒用的嘛 對不對 沒用的 這樣的話如果根據這幾個條件的話 其實在我心目中有一個 在整個系列裡面最成功的那個大哥 沒錯 其實這三個特質加上那個 就是蔣天仰 大家可能會覺得 萬子良的演技 略嫌浮誇 這些口味的東西 大家自己想了 但你問了 我是很喜歡 萬子良做這個角色蔣天仰 其實你會從他開始到結尾 你都會感受到他那種霸氣 還有他作為一個上位者的那種修養 Motophia你記不記得 蔣天仰開頭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是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他兄弟在荷蘭被淪淪了 然後他們就突然到泰國 請他出山 然後他就說這些事就不適合我做的 好像某個視乘相識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很懂得以退為進的人 其實第一幕 你會感受到那樣東西 就是說 他其實根本一直都想做大哥 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一個人 但是他第一件事就是不太順滩 他反而退一步就說我不做了 還有就是什麼呢 你是會感受到他擺款 就是在整個泰國 你會感受到就是 他本身就是一個逍遙人 我根本不自在權力 就是這樣說 我在一直看蔣天仰這個角色 他給我的感覺其實是很有道家 甚至乎是法家的那種玩法 就是那種華夏作為一個在位者的一些心法 又或者其實大家如果認識一點的 就知道什麼叫帝王術 所謂帝王術 就是一些用來控制下屬 一些用來控制 又或者怎樣說好呢 是怎樣預下之道 那這裡可能跟大家補充一些歷史小知識 就是一些中國華夏文化的歷史小知識 其實大家你會不會知道道德 就是大家聽道德經的 或者老子 聽得多了 如果大家可能說華夏經典韓妃子 大家都會數得多的 但問題是大家會不會知道這些書呢 其實在那個朝代呢 是什麼人有資格讀的 皇帝啦 我猜帝王術嘛 其實是的 就是皇帝帝王術嘛 因為其實在那個年代呢 你只能夠有 就是當然貴族才識字 這個第一了 但這些書其實不是現在 今時今日三元放在街邊 沒有人買那些 就是三毛錢一擔那些 不是啦 是以前有很多人 是想讀都沒得讀 這些是放在皇帝的內閣 用來教他怎樣治國的 即是韓妃子裡面 就有講過一樣東西 就叫做上下一日百戰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你作為一個軍王 你對你的臣子 大家每一次的交談 每一次做到任何一樣東西 都是一場戰鬥來的 其實很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 就是大家 阿孫子也好 或者韓妃子也會覺得 喂 人真的是性本惡的 簡單一點這麼說 蔣天壤你作為紅卿的 主持人 主持人 你看著那群不是一群 讀過書的人 每個人都是底層人物 我也是那句 你每個人都爛命一條 你才入黑社會 你聰明的你可能做師爺 但是問題是 我真的問回你一會兒 阿孫長天 你覺得整個紅卿裡面 這麼多的抓職人 有哪個是白紫綫 沒有 整班傻丫 真的整班都是傻丫 我真的不覺得他們像是 有白紫綫的那種智力 做先生的那種 不是老師那種先生 是江湖上的那種先生 簡單來講就是 他們面對那一群 不是一群蜘蛛色黎 文則彬彬的君子 而是一群兇殘成勝 對他這位虎視眈眈的馬仔 只要有足夠利益 頭也不回就會賣夠他 除了內憂更加有外患 你想想你除了東升之外 你更加有警察 黑白兩道 即是跟你自己內部 你做錯一點點東西 你這個混蛋 很簡單的 他大哥蔣天生怎麼死的 還沒給自己有對抗 你給自己有 隔著外面 東升一起造垮他的 還要不是只有一宗 Lang Quyn其實 在未成事 即是他做不到而已 但問題是 他都試過用民主投票的方法 想試圖去取代蔣天生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他還有什麼 陳浦蘭被人放逐了出去 你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做大佬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好玩而已 你對著那群人生甲肚皮 你真的隨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對抗你 隨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對抗你 但問題是 蔣天仰這個人 真的駕馭到他們 其實以下兩個 在古惑仔4的兩個片段 你就會感受到 他是一個挺適合做大佬的一個人 或者怎樣適合去遇下之術 即是韓妃子除了叫做帝皇術之外 亦都有一樣東西 你知道叫另外一個名字就是人軍藍面之術 藍不是藍色的藍 是向藍的藍面之術 簡單來說就是坐北向藍 皇帝 即是自古風水的 但是君皇藍面之術 又或者人軍藍面之術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你的下屬 你下面的人 是不會知道 你上面 你這個在位者在想什麼 簡稱 簡稱就是四個字 就是揣摩上義 你就要說一些很咕嚕懸虛的東西 令到下面的人猜渡你怎麼想 那麼在這個時刻之下 每個人都是為了討好你 就猜渡你的想法 他們就不會有多餘的時間 在想怎樣做夠你 因為你起到無常的口 尤其是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動他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即是韓妃子就相信 君皇其實就好像大道一樣 即是道家的道 道理的道 大道 一個至高的存在 他無所不在 他無所不知 但你作為一個人 是不會知道大道是說什麼 也不會知道大道在哪裡 但是反過來 大道就會知道了其他所有的東西 很簡單的 你在泰國那一段戲你就知道 因為其實全世界的人都不會知道 因為蔣天壤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心回來 坐回鴻兄大哥這個位置 然後之後他搞定這件事 是不是 他還要一來 就去買通兩個拳手跟他打架的時候 你想一下 整件事是多麼不露而威 即是他不需要跟你說 說我好抽得 或者我好有頭腦 去展示給你看 其實太子 即是經常聽 陳浩南在猜測藍褲褲的那個人贏 還是紅褲褲的那個人贏 都沒有意思的 因為對他來說 兩邊都是他的人 他的臣子 他的下屬 他的步客 他的馬仔 他不會看得透這個大佬 但是這個大佬就看透了他們所有的東西 他們就知道 你要我這傢伙請我回去坐這個大位 你要請我回去做這件事 你有求於我 但是我無求於你們 他也都展現出他根本無求於你們 這件事就是作為一個帝王術的一些很基本的應用 就是你的下屬 永遠都要揣摩你 好了 之後他是不是有一幕 就是阿蔣天壤第一件事見到阿生番 他第一句就已經跟他說 哇很紮實 就是捏他的手 哇整個打手 哇真的強壯 他第一句不是笑咬 真的生番 不是笑咬他沒有學識 粗人一個 是去讚他 但是老老實實 坐到你這個位置 你覺得他要不要贊人 這些就是什麼 PVA大師 剛才就贊一贊你 然後就叫你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就好像我每天對夏冬做的一樣 夏冬你真是聰明 你不做節目真的浪費 超屁 神經病 你看花都挺聰明 學識多麼冤博 真的不做節目真的浪費 這個故事教訓你什麼就是 你要利用一個人做事之前 剛才你要讚他 讚完他之後才可以利用他 一開始就怎樣做事 人家一定不開心 但當然香港很多老闆就不明白這個道理 是啊他們是不明白的 老實實是那件事 我經常覺得 看黑社會的電影也好 看古牙仔才算 其實做大哥和做女上司沒有分別 但是我不明白那件事 很簡單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麼年齡層 我也不知道大家從事什麼行業 但是問題是 你們不會否認到那件事 就是大家很喜歡叫自己的上司 或者自己的經理做大哥 對吧 你們不要跟我說叫人做大哥 這件事不是黑社會流出來 大家不要為爭而爭 你爭不贏 那件事就是 看這些你會看到一個管理 帝王術其實是一個管理學 中國的管理學 管理學問而已 管理學問而已 管理學問的問題而已 好吧 他是會去哄阿山雞也好 或者哄阿山雞也好 但是最有趣的那件事就是 他會去跟他 他會設定那個提供 或設定的目標 他會說什麼呢 就是做大哥 做抓職人最重要 得高望重 OK 這四個字是在描述什麼 在這個權力架構裡 你越得高望重的人 代表有很多人 然後要拆你鞋 要觸摸你上耳 對不對 去到這個位 當你可以 號召到一班人 當你做事的時候 你一來可以利用他們 一來贊一下他們 你很聰明 你很強壯 你就可以老點去做事 沒有說老點的 你可以多了個手下 做個大將 二來就是 某程度上 都是建立自己的勢力的過程 一來你就知道他在泰國這麼多年 一回來就一定會被人說 得不配偉 又或者是 這麼多年來香港 這個字頭 你有沒有付出過 你在泰國那裏 在那裏搞人妖 在那裏 你都沒有幫過字頭做事 所以在這個時刻 他就要回來 要站穩 首先要陪一班 對自己中心的手下 我會說是 這個又是一個很好的點 簡單來說是什麽呢 德高望重 你媽媽 你真是找那些粗行拿A的去做大哥嗎 你粗行拿A 你又不輪到黑社會了 不要玩我了 你怎搞阿叔呢 你想想 作為一個黑社會的大哥 你去跟別人說 德高望重這四個字 是多麽諷刺 德高望重 我用現代少少管理學的層面來講 你和你的下屬去講 那樣東西 你只是在設定KPI 你只是在設定KPI 你設定Key Performance Index 你講就是一些objective 德高望重 蛤 你這四個字 講了什麽任務內容呢 是不是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嗎 大家會發現 是呀 德高望重這四個字 根本不是什麽具體工作內容來的 我只能夠搏表現 那你就看到 SUNKey和SUNKey 兩個就是施展混身解數 去賺錢 或者去做很多 用盡方法 扭盡錄音去搏表現 這些還不是PUA 這些還不是帝王術 你可以看到 整個系列 你沒見過 你只看到一幕 我印象中 我記得只看到一幕 蔣天亮是生氣的 其餘的時間 他每次都是笑面迎人的 即是他對著他 不能喜歡那個肥佬黎 他都是笑哈哈的 或者他在第五集 他化解韓彬和基哥之間的一些矛盾 他是可以扮到很中立 他又聽完兩邊 他兩邊都不得罪 左右逢源 去解決那件事 又或者去到第六集 他看到三聯邦這個素未謀面的 一個書生 即是一個雷公子 雷復公 第一次看到 他也是第一件事 是炸人家文質奔奔 書生氣 但是問題是 喂 你們是黑社會 你們是黑社會 你想想那件事 是多麼好笑 這些是厚黑學大師來的遊戲 厚黑學呢 其實厚黑學也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但他在這一集 他不是很能表現到 厚黑學我可以在找一集可以講的 這個也會是一個很正的key terms 但我也可以再題外話跟大家講 厚黑學其實理論上 和道家是一個傳承的 簡單來講就是 他的誠苦真是很深 他是不會有人知道去想 這些就是韓非子在書中說 心功之中而明照四海 而天忽能欺者 簡單來講就是 他會不斷做一些事情出來 他不需要碰你 但你會心寒 這些就是韓非子 寫一個君王最要做到的境界 所以為什麼韓非子的理論 或者是道家也好 都是教你怎樣作為一個上位者 怎樣作為一個君王的治國 好了 那些走出來跟我講道家 是拿來跟你講星仙 練仙 養生那些 我不會反駁你的 但問題麻煩你想清楚 老知八十一篇 有一半都是講政治 當然有一半就是講 一些叫做宇宙 又或者講這個世界的一些定律 但其實都可以用在政治上 例如《道德經》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勇 這些如果你懂政治的 你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 道的運作 你不是應該是看怎樣向前走 是看向後 他怎樣反轉那件事來做 而弱就是會在道 會怎樣幫助弱者 這件事是很貫穿道家的思想 當然了 今集不是道家或者華夏哲學科 你聽得明白就會明白 你不明白的話 我建議你拿本老子或者道德經來讀一下 有完你就會明白 沒有完不明白不要緊 不關你的事 不是你的問題 不用怪責自己 Anyway 總之就是老子 又或者韓非子都好 是一個華夏講政治的經典 你會看到掌天仰是基本上是 embody了整套理論的 而真是最冷靜的 是莫過於肥佬黎被人逐出鴻門那一段 最有趣 我覺得他那一手的政治操作最厲害的那一刻 絕對是他趕走肥佬黎那一段 在屯門抓匙人的辯證大會裡面 去到後來大家都知道就是 肥佬黎就串通了東星的耀陽 聯合在山藩一起 扶植山藩在屯門的抓匙人 總之就是屢應外合去搞這件事 老實實的 其實在黑社會裡面 或者洪門總之這些組織裡面 劈內爬外 你吃碗面飯碗底 你勾結外 暴勢力 這些全部都要拿去摘棍要死的 洪門三十六世之中 這些可以又或者拿去摘棍 都重摘一百零八棍的了 這些真的死夠硬 但問題是 蔣天陽是用了什麼方法去處理這件事呢 他一開始就說了一套非常完美的說詞 就是說 他說 雄欺上下都是首發的良好市民 大家都是同門 情義上 我們不可以交肥魯禮出去給警方 不可以給警察 但我們又見到 我們又見到一件謀殺案發生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安排人手幫肥魯禮 穿去阿爾巴尼亞 你想想整件事 在公 在私 在情 在理 在法 每件事都兼顧 是完全肥魯禮 是沒有爹可以說的 你想想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 見到謀殺案 我們可不可以知情不報 當然不可以 但問題是 因為在香港市民的身份裏 我們是洪興的人 洪興的人 我們不可以出賣他給警方 唯有要幫這個這麼好的同門的兄弟 安排去一些沒有引渡條例的地方 最好當然是阿爾巴尼亞 台灣都還可以被人夾回來 你以為他是陳同佳嗎 所以就是說 他被人夾了去阿爾巴尼亞 基本上就是發佩邊疆 之後他再另一手做些什麼 他再安插大菲 去取締了肥魯禮的生意 就是阿爾巴尼亞說的那件事 你想想他在泰國蹲了這麼久 終於回到香港 他扶植了賞計 他也扶植了陳浩南 他也扶植了大菲 又或者十三妹都是他的朋友 簡單來說就是整個字頭的勢力 他一手硬一手軟 一音一樣 一音一樣去解決他的內憂外患 但是他作為一個大哥 他從來沒有走出來跳出來 我屌你老母 你出賣我 我先撒死你 沒有 一句都沒有 他還要笑笑口 他最後就很霸氣 他就撒死你了 你想想做大哥做到他多神奇 多厲害 但是整個故事裡面 最正是什麼呢 他作為一個大哥 他是真正自由的大哥 因為他第五集 他就開始發現故事 開始講回歸了 他就知道了 他說了一句很有趣的 就是 黑社會都有愛國的 是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 我可以去挨國 有智慧不如成勢 你暗聰明更抽得也好 你真的鬥不贏 你作為一個小小的字頭 那你有智慧不如成勢 他就禮手 就把整個鴻兄交給陳豪嵐 結果他所有事情都推得一乾二淨 他又可以回到泰國韌韌腳 做回他的土皇帝 他又沒有手未跟 多麼逍遙 但是你就看到可憐的陳豪嵐 就是 由小時候 開始被林昆欺負 大佬B撿了他回去 救了他一次 之後就開始砍油砍油砍油 砍到做同學玩爭肥人 砍砍一下 途中自己的兄弟就死了 之後因為吃完藍精靈 然後吊了嫂子 之後差一點跟兄弟翻臉 之後好了 之後認識了女兒 之後又砍油 又害死了自己的女兒 之後好了 自己不砍油了 不想再砍了 但是兄弟不生性 結果又跑去砍油 又害死了另一個兄弟 之後那些兄弟又有時候會出賣自己 之後好了 終於坐到一個高位了 可能說 雙花紅棍再上 可能做坐管 或者做二路懸睡 因為 因為 蔣天陽 已經是 真是高級 看他做頭馬了 結果 就有個大馬拿督 動勾他 他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讀過書 連英文合約也看不太實名 他真的會感受到自己那種無力 好了 之後 都已經很迷惘了 之後那個大哥 還要不做 再給他一句熊兄他看 他是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逍遙呢 不是 他跟他扮演的演員本人都很不想再做這件事 其實我也是那一句 整套古畫仔系列 如果大家看到刀光劍影 看到有情歲月 覺得整件事很帥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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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我話事 即是那些風火可唱的什麼我話事 即是彎仔一向我大了 我看了 那些 人生至高境界 即是你真是相信這些 那就真是 不要埋怨 為什麼那些人會笑咬你底層 你看這套東西 如果只看到這些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你更加應該看到陳浩南那種 身不由己 即是那種 不能選擇 真是 那些人又說 我會說 那些人 覺得 即是那個年代的人 看完之後覺得 你很有型 我想做古畫仔 覺得做古畫仔 好賺的 賺到錢的 總比上班的 但其實跟上班沒有分別 你只是聽人之我答做事 那些人又說 這個故事就教訓了你 不要有這個 底層的邏輯 否則你永遠都不能回身 對不對 你無論做古畫仔也好 上班也好 都千萬不要有這個底層的邏輯 我覺得這個就是古畫仔 但其實這個只是黑社會系列的一半故事 所以為何黑社會系列是這麼直接說 因為黑社會系列他除了有濃厚的歷史根底之外 也是一套黑幫史詩 真心的 但其實他更加說的是 本質上我覺得 黑社會系列這兩集 已經超越了普通的江湖片 他對權力的否釋 他對一個組織的運行 或者他對一個領袖的描寫 是絕對值得開一集《影韓對談》去說的 而當然 我們其實這一集說這個 做大佬的事情是什麽呢 其實去到最後 好像布瑞皮說得對的 你混合黑或者混合正行 其實你都是在做一門生意的 只是賺錢的渠道是有些不同的 大家可能會衝出來跟我講 做正行的道德就會比較好些的 但問題是 我都會想問回你 正行都有剝削成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馬克思理論 大家都會明白 上班你標價完之後那樣東西 就是大家 你幫你老闆買10萬元 你是不是分回5萬元呢 不是 那你覺得這件事是否道德呢 我不知道你們怎麽想 所以去到最後的討論 都是相對主義的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 就是被人剝削 還是劈油不道德一點 那討論下去我覺得沒什麽意思 所以算了 但那樣東西就是說 其實本質上 一個黑社會和一間公司 都是沒有什麽分別的 就是簡單來說 你會有底層員工 之後高級員工 之後副經理 經理 之後去到總經理 總經理之後再上去就是 就是CEO 那你就想一下 即是CFO COO 那些東西 其實只要黑就是 拿數 坐管 之後再下一點就是 雙方紅棍 之後再低一級就是 紅棍 即是Horizontal這樣移動的話 你會見到這個公司的架構 另外一條線是什麽呢 就是做草鞋 就是做PR那班 那你再下多一層 即是Vertical 你再下一層 就是管理學來計 那就是一些基層員工 一些frontier 一些frontline 那些東西 那本質上 大家不管這個 business model 是什麽的時候 其實Low Hut 即是Low Pin 其實是門生意來的 而這個 就是正正 我想和大家探 在下一集探討的一樣 那首先呢 我會說這兩套電影是非常之 像杜Sir有代表性的作品 即是隨便問個人 你問他 最主要杜Sir是哪一套作品 我覺得應該都會有黑社會份 起碼都 或者是窗戶 對 即是頭五位 怎麽都會有黑社會 這三個字 即是頭五位 怎麽都一定會有他 怎麽都一定會有這套東西 在裏面 即是這兩套裏面 是的 所以這麽引人入勝的原因 就是 一來大家都知道 第二集劍是一個昇華 跟現實有點相似 對嗎 我覺得很恐怖 對 我覺得很恐怖 我覺得一些貪官很恐怖 但我們皇帝也是好的 我們皇帝也是英明的 貪官是錯的 只有貪官是錯的 即是官做錯 即是我們當今的聖上 是不會做錯的 這一樣要做錯的 有否愛國的心 都是 好火 沒錯 每人自然會滅 沒錯 我們也是愛國的 我們也可以談的 而我們兩個都沒有穿鞋 所以 做影片的也有愛國的 也有愛國 我也可以談 講黑社會二之前 當然先講黑社會一 就是第一集 第一集就是 一開始就是 洪門的儀式 之前夏東都 大約跟我們講過架構的表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回到我們的三五成群 這裏都不再 夏東再追溯多次了 對 我想我在這裏 不會再重新說多次 六級八職是怎樣 這裏不需要說太多 有興趣 你可以在之前那裏聽回 但其實我想問回大家 稍後一個問題 好了 其實洪門和黑社會 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會不會知道這件事 我覺得這次我們是想由 我會想由這個角度開始出發 很多人大家都會聽到 黑社會的人 會自稱自己是三合會 又或者大多都會自稱自己是洪門 但如果根據歷史的考證 這個是一個很錯的叫法 叫自己做洪門 是一個很錯的叫法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叫洪門是一個很錯的叫法 我們由結果開始講起 其實洪門首先第一件事 是有一種 怎麼說呢 黑社會其實是正確地形容 這班人多過洪門子弟 這件事 因為其實正宗的洪門 首先第一件事 是來自中國的 中國洪門 我們香港的洪門 和中國的洪門 在職級上已經有一個分別 中國的洪門是有十一級的 而香港的洪門 只有六級 就是剛才說六級八職 我不重複了 而在中國的洪門 是由什麼山 什麼什麼堂 什麼什麼新秀 不知什麼職去講的 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香港是不會走來跟你說 我是大武山 中二堂 之後 新秀 四二六 我肯定沒有人會這樣跟你說 難道大武山和鳳凰山呢 你去太平山車鎮就有 你去太平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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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是不關事的 技術上是不關事的 這次我們會解釋這套作品 我們會跳一跳來講 因為如果講歷史的話 很重要 大家如果記得在第二集裡面 他的第一幕不是一個儀式 反而是一個人 就自稱黑骨人 就說 隸屬鴻門天保山的血堂 施職紅旗五個 去自我介紹 去跟大家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打架之前 不如我們不要打那麼多架 我們開始講數 其實這個是一個真正的歷史人物 傳說中 所有的資料 就是來自香港黑社會活動真相 由張誠所寫的這本書 由天地圖書局發行 他有講過這一段故事 簡單來講 就是在二十世紀初 即是一九零零年那段時間 在香港開埠之後 真正上班 即是工作的地方 可能是說是灣仔和上環一帶 他們通常都是孤雷 這班孤雷通常就是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明白那件事 就是那時候的香港 都真是華洋雜柱 但就算在華人當中 都有不同的地方的人 即是大家都 人來鄉戰 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賺錢 即是被人賣豬仔 或者做孤雷 你都知道 做得孤雷 你想一下大家 懂得多少個字 有講多少禮貌 一不小心就是隻抽 通常隻抽都沒有什麼 但問題是 通常抽一下 就拖馬 拖馬 就連黨結代 拉幫結派 拉幫結派之後 不然間就成為了一股勢力 但是糟糕了 你兩股勢力 大家真的打起上來的傷亡 就遠比我和Bootrophy 即是兩人隻抽 即是群牛和隻抽 你都明白傷亡的差別是多大的 所以於是在這個局面裡面 就出現了一個叫黑骨人的人 根據張先生那本書寫 其實他不是屬於碧血堂的 他是屬於勇兒堂的 就來了這裡 就開始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起就不要隻抽了 我們組隊 我們有什麼事都好 我們都用講數的方法去解決 如果萬不得已搞不定的話 要必如數珠無力 即是不打不得 都一定要指定地點 一決癡紅的 不論誰贏誰輸都好 但一定不可以補儲 不可以補王氣 即是不可以雙一隻的 這件事 就基本上是 exactly 阿杜Sir在第二集 黑骨人走出來講的一段 這段 就很明顯是講 香港黑社會傳入 不過我覺得大家都可能錯過這一句 就是黑骨人說 我建議大家跟隨鴻門規矩 而不是我們是鴻門 你知不知道分別在哪裏 兩件事來的 你跟規矩的 不就好像臨時被人打 你不跟規矩的 好像臨時被人打 你不跟規矩的 不就好像東烏仔可以打人 我覺得這就是根本性的分別 你跟規矩的 你這些教條主義的人 這樣講 都會受到其他勢力的騷擾 或者是遭到這個現實的毒打 因為法國守這個教條 是很離地的 很不符合這個現實所需要的彈性 有些位置你跟實規矩做 你出去上班都會被人打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分別 其實就不是的 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中國的鴻門 有一件事很重要 這真是決定性去影響香港的鴻門 又或者為什麼香港不應該叫鴻門 只能叫黑社會的原因 鴻門的歷史 大家有看古惑仔 聽大飛說是少林五祖 大家都會知道 很相傳 那時候皇帝燒子 燒了一個少林子 死了五個和尚 結果五位和尚 在紅花亭前面以草代香 成為異性兄弟 之後集結了一個幫會 想著反清復命 聽一些歷史學家的考證 這個故事很大機會是假的 因為真正的五祖不是和尚底 亦有分前五祖亦有後五祖 這裏就不一一詳細講 因為我相信大家對這件事沒什麼興趣 天地會和鴻門是有關的 但天地會不屬於鴻門 是鴻門屬於天地會 因為鴻門其實是天地會第二房 五房裏面的第二房 這些就真的不說太多 大家相信沒什麼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找尚 但問題是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少林五祖也好 或者是前五祖後五祖 剛才那段故事裏面 就是此次要反清復命 和至少五祖 但問題是大家看古惑仔 他們拜嗎 拜關二哥 關你懶事嗎 你想一下 很認真那句 你現在2024年 不要說2024年 你民國之後 你何來反清復命 清朝都滅爛了 你怎樣反清復命呢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麼呢 你有沒想過 他們根本都沒有拜五祖 他們是拜關二哥 是一個神明來的 講義氣 跟中國的鴻門有什麼關係呢 這兩樣東西已經是一個本質性的區別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人 如果香港的黑社會自稱鴻門 通常都是以我傳我 因為在組織的結構上 或者意念上 本身都是崩壞了 或者變了 這也正確解釋了阿杜Sir 在有一幅黑社會的圖片上 有一句話 他就說了一句 紅色背景 你會看到一群人 用不同的手勢敬禮 大家應該一查就會知道 這樣他有一句話很重要 他就不是寫著 愛兄弟愛黃金 他是說了一句 三百年前他們被稱為義士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群人本身是想反清復命的 鴻門本身成立 是想反清復命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的義士裡面 有斗 有旗 有不同的信物 那些東西 全都是明朝時代的東西 因為明朝是讀信道教的 Anyway 但問題是 這群是義士 有一群是有一個民族主義的色彩 是有政治目的的 還有就是他們拜的人 都是有些不同的 那這個是一個本質上的不同 但其實還有一個很實際 一個真是很實際的問題 Muchovia 你記不記得黑骨人 在一套戲裡面 在講自己是什麼地方的人 黑骨人是自稱自己是 鴻門天寶山碧血堂的 鴻奇五哥 是不是 我記得 鴻奇五哥 我剛才講過 中國的鴻門 本身是有十一級的 在他之上 至少有四個人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忽然有一天 你成立了一個幫派 你跟人說 你自稱是鴻門的 之後 上面有一條粉腸 是四哥 或者是三哥 總之隨便一條人 高級過你 跟你說我高級過你 那個人吃了你 那你不就變了 大家明不明白這個意思 這個分別就是 這個是牽涉到一些政治哲學的理念 就是統治合法性 你的名號 你是鴻奇五哥 如果你還是隸屬天寶山碧血堂的話 他人 有一個人接收了你整個堂口 都是合成合理的 這些叫應祖歸宗 老闆 你想一下 整件事是 不合理的 所以整個系列 我都很強調那件事 是香港鴻門 而不是鴻門 這件事 這件事我覺得要解釋 因為我覺得大家看這一套 或者大家看很多黑社會江湖的作品 一說到鴻門 就覺得只是一個黑社會的別稱 或者三合會的別稱 不 鴻門是有他的歷史脈絡的 是有他的民族主義 至少是民朝的民族主義 以及政治色彩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相信大家明白的了 我講到這裏 其實這套東西 我覺得為何賭Sir屈肌 這兩套東西 是講了禮崩惡壞 或者崩壞 這個組織的崩壞 自入鴻門天地 大家看黑社會第一集 就是看到他們入會的儀式 然後下一個鏡頭 就是看到一群人在選辦事 就是在選人 你就會看到一群女人在打麻雀 這個就是賭Sir屈肌那件事 他就用鏡頭來講故事 他第一個鏡頭就是講 這個是一個洗牌的故事 他不是打牌的故事 是洗牌的故事 他用洗牌來表現 然後就整群男人在討論 他們應該選樂少 還是大一點 對嗎 對 然後就說大一點叫 大一點 收到錢就說他好 大一點幫他炸頭 賺了不少 不如就選他 然後聽到其他人說 不想選他 就馬上調回來 對 但那件事就是 樂少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人家的兄弟落難 他都是第一個出最大筆錢的人 然後就開始賭Sir 就用了兩個候選人 兩個選龍頭的候選 就是去拉票的方式 你會看到大一點 去跟魚頭錶 然後看到飛機 然後他就扔了20萬出來 然後感覺是很差的 大一點是完全不看人在眼裡 就是選硬他 然後樂少就是去找大寶克 之後就撞到東莞仔 他們在做生意燒東西吃 但問題是你會看到 就是大寶克的生意 全部都是跟大一點 荃灣的地盤很有關係的 樂少就是負責佐敦太子那些位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勢力範圍不在他那裡 你就會看到那件事 就是那些宿府或者中層的人 他們從來不是在意 就是我對你這個候選人 因為很簡單 但是一直都沒有說過 我會踩落老尖 之後賺不知怎樣錢 把和聯性這個字頭 怎樣擴展下去 大家怎樣發大財 他沒有說過 是樂少會說的 但大一點 真是很單純的給錢你 用錢訂到你支持我為止 但問題大寶克 他都只是會覺得 我的生意在大一點的長度 我理想到字頭 是不是找到水 我找到水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開始已經看到一些端倪 其實說得難聽一點 就像一些選項班長一樣 小學 選一個成績最好乖的選項班長 你成績差 但是你很了解身邊的同學 對身邊的同學很好 但老師不會看著眼內 他怎會選你呢 這個世界是現實的 實際上我已經跟你說了 就這樣的 我覺得整件事 我不覺得是選項班長這些小二科的事 這件事反而很赤裸 很認真那句 這樣說吧 各位看這一套戲的觀眾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 真的很認真問過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會是樂少贏 而不是大D贏嗎 整件事 當然啦 因為大D說要搞一個新和聯性出來 所以才令到他後面 你搞錯了 你搞錯了 在未講新和聯性之前他已經輸夠了 你的意思是他未日秋格之前已經輸夠了 你覺得已經輸夠了 已經輸夠了 他根本不夠大D多 因為其實大D是在荃灣 他賺得最多錢 而樂少其實只是一個佐敦的大哥 他不是什麼那麼有錢的那個 如果大家對比兩個候選人 是樂少弱 但問題是大D強 對嗎 對呀 你覺得由一開始 阿丹伯意識到 大D收買了一個人 他就為了平衡 所以選擇樂少出來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對呀 這件事其實是很矛盾的 你想想你選一個字頭的 扮成一個龍頭 你不是應該找一個最惡的那個嗎 因為他有一班元老 他想教聽話的人 但是SV Ono 在現實裏面 真的有些派對 有些元老想教聽話的人出來 結果就一百八九十 但戲劇又如人生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 真的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即是選了一個 對呀 口黑的大師出來 你要記住一件事 其實講權鬥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一讀我們偉大的毛主席 這個真的認真 毛主席有一篇論文 很值得大家讀 如果你有讀通過這一份 即是你讀得明白那一份 你再看黑社會 你才知道 賭Sir 在安排這場選舉 是多麼精妙 沒有啦 矛盾論 幾十頁 我想 大家都沒什麼興趣 聽過朗讀出來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矛盾論裡面 有兩個很重要的論點 毛主席認為矛盾這件事 是有兩種特質的 第一 矛盾是普遍的 即是它是存在於萬物 毛主席認為一切事物都包含矛盾的 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 去決定事物的一切生命 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 沒有什麼是不包含矛盾的 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這是矛盾的普遍性 即是 毛主席認為 所有的組織 又或者甚至乎生命 都是由矛盾組成的 只有新舊不斷地代謝 更替去代謝 互相對抗 再進化 再激化 再變化 才會有新的局面 新的事物 而這個新的事物 過一段時間 它又會有新的矛盾 在裡面再鬥爭 再挑戰 再進化上去 而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無論什麼矛盾 其發展是不平衡的 有時似細君力敵 然而這只是暫時的相對情況 基本形態則是不平衡的 矛盾主的兩方面中 必有一方是主要 他方是次要的 其主要的方面 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一方 自物的性質主要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 其矛盾主要一方面所規定的 簡單來說 真的簡單來說 因為毛主席那些中文 我覺得不太通訊 真的不太通訊 太歐化了 但Anyway 大家不是OK 我來解釋 我來翻譯翻譯 我先翻譯翻譯一下 很簡單 毛主席認為矛盾其實是有內外之分 即是矛盾強弱 是會不斷地交換 只要掌握到主要矛盾 你就會影響到其他次要矛盾 也有分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你如果用這一套理論去看這件事 整件事就非常有趣 這一套戲裡面 Muchovi 你覺得選龍頭這個位置 主要矛盾在哪裏 表面上一定是大一點和樂少 但實際的矛盾就是 就像你所說 選一個龍頭 不是應該夠兇嗎 一定是選大一點的 那為何會選樂少 是因為他們要選一個容易控制的人 為何要選一個容易控制的人 因為他們要確保 即是那幫元老要確保自己的威信 在這裏 即是他們上了一年多 又不可以出去打打殺殺的人 即是雖然有等百花人摘死一兩件 但他們已經 是的 即是一來他們幫不到自首賺錢 二來他們又不會走出去和人砍油 即是他們這些被人擺出神圖 而不知能夠靠定立規則 即是樹立權威 從而獲得肯定 當然這種影響是非常脆弱的SV Onno 即是在第二集中 你也會看到 所以最主要的矛盾 反而就是那幫元老和新的龍頭 我會說是 其實理論上 這一場選舉 是縮苦元老和候選人之間的勾結 真正的主要矛盾在這裏 而大D呢 這些就變成次要矛盾 即是大D和樂少爺的鬥爭 就變成次要矛盾 這個會是這套戲頭三分一的矛盾 當然啦 大家知道了 好了 樂少爺成功當選 當選的問題是 是等白認同 一天樂少爺沒拿到龍頭棍的時候 他都一天不會得到真正的實權 這個是在幫會的象徵 大家同不同意 這個問題來了 剛才我們有提及到東莞仔和大頭 大頭和東莞仔兩個本身是敵我矛盾 因為兩個都是在幫不同派系去爭奪這支龍頭棍 大頭就是在幫助樂少爺 而東莞仔是在幫助大D 那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矛盾 本身大家都在對峙 大家鬥爭搶到這支龍頭棍 但這個世界你永遠想不到就是什麼 大D go up一句 我要搞新和亂性 東莞仔和大頭的敵我矛盾 或者這些主要矛盾 就立即變成一個次要矛盾 即是他們立即可以變成化敵為友 又或者大家吳越同舟 去一起交了這支棍給樂少爺 因為大D不再是他們的朋友了 即是不再是東莞仔的朋友 是這個社團的敵人 內部和外部之間的調轉 這個就好像毛主席老海中的矛盾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到 好像一幅太極陰陽圖 隨時轉動 隨時變 陰可以大一點 有些陽可以大一點 有時候陰陽平衡 有時候陽大過陰 有時候陰陽大過陽 陰陽又會換位 不斷輪轉換對換 你會不會感受到毛主席讀過的 就是道家那本書 就是很吸收到道家的理論 這些就是 記不記得我在古惑仔系列的時候 我引過一句老子第四十章 就是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勇 基本上其實阿等伯正在做的事都是一樣 這些就是權術 很簡單 阿大D作為一個這麼有才有勢的人 讓他做到龍頭畫 他就更加佔領更多的資源 這樣就變成了 之後所有的叔父就不給弟弟 死了夠了 他們完全不會再放他在眼上 所以他們只能夠選阿樂笑 因為他們以為阿樂笑是一個很操控的對象 但不好意思 樂笑是更加有狼子野心的一個 你可以說大D 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成熟一點 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生意人 阿樂笑不是一個生意人 他是一個政客 他是一個政治人 他是懂得政治的人 他是一個懂得看風向 他是懂得怎樣審時度世的人 這個正正就是他跟蔣天一樣 為什麼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大哥 就是因為他在玩的不只是生意 不是拳頭膠 他在玩的是政治 他很清楚他自己在這場選舉的位置 他也知道自己要把握什麼機遇 他才可以上位 所以你看到樂笑贏的原因 除了單純是因為鄧白扶持他之外 他自己本人也很聰明 而下面我們要再說的話 就更加證明他是一個有政治智慧的一個大哥 阿Mucho的人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他跟大D會講和呢 我內復有幾個原因 一來就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 即是你趕像殺絕 你不好看的嘛 你內控 你其他球會看到你和亂性 搞成這樣會怎樣呢 別人怎麼看你呢 二來就一個很實際的考量 就是你真是趕了殺絕 那你們互片 互片對那些智慧沒有好處 別人見到樂味城虛然有 收你的智慧 那是不是真的 只能夠講和 但問題阿大D說要做新和聯性 他背叛自己的祖宗 去搞分離主義 去搞新和聯性 什麼毒 那他不是應該要被人嫌打的嗎 咦 但問題是你來的 其實我想過 其實他裝了一枝水 補大一點 武程度上是搞搞等白 他想利用大一點的搞搞等白 然後自己收大D給 我有想過 即是你覺得 樂少其實是想收大D做呢 他想利用大D 是的 他是借刀殺人 你當是 因為他想買一個人城給大D 我今次 當什麼都看不到 但他很明顯 你知道這件事是 是大D和 等白的恩怨 即是主要矛盾 其實是存在於 大D和等白 不關駱少事 即是他把主要矛盾轉向 這個是借刀殺 其實是一個好的 是很高明的 這個是一個好的推理 這個是一個好的推理 但這個是有可能 但其實老實說 阿樂少開的提供 是一個表面上很好的提供 但其實去到最後 得益的是他 因為你要知道 你說得對 如果他這兩年 和大D隻抽的話 他抽贏了 整個和聯性少了大一點 在荃灣的勢力 其他人就踩了他的地盤 拿了他 即是有新記 又或者有號碼 這個已經是一個問題 第二 就是你不會很損傷 你自己的勢力 也會損兵折仗 第三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招安了 這些就是水烏傳那裡 你招安了他 你反而可以把他的實力為己所用 記不記得他們後來 他們兩個講和了之後 他們真的踩了下老尖 然後賺到笑 這個就是招安可以用到的 這個作用 很簡單 大家都是香港人 大家一定有聽過張寶仔 Muchobee 我問你 在你印象中 張寶仔是一個什麼人 張寶仔是一個怎樣的人 靠被人吉士就上來 即是張寶仔 OK 之外呢 海盜 是一個海盜 但如果我跟你說 其實他在清朝裡面 去官拜異品 我知道他後來被招安了 後來 是啊 你有沒有想過清廷為什麼會官拜異文 為什麼要給官去做 因為很簡單 兩邊都沒有得益 補著數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打他就不贏 只能夠容許他的存在 你容許他的存在 但問題 你又要保住自己的面子 但是有什麼好得過 就是你給官去做 他又幫你真的編鴉片 但是我只差一點點 當年張寶仔 就做低林則徐 當年張寶仔 即是在緝毒的功績上 他做低林則徐 可能會改變香港歷史 是啊 因為林則徐這麼有型 然後去燒煙 才搞到英國老想打七清朝 這件事是一個導火線 再之後就是什麼 他虛報軍情 明明輸了 他都說大話傳聖 然後到那個環帝三郎 打到門口 你才跟我說輸 回覆你這個街 打到你天津 從廣州都打到天津 到最後就是林則徐被人 丟了他去新疆 該死的 有時候華夏體制 封建王朝就是這樣 明明出事 你都不敢報 但問題是 你還要在分析太平 阿頭之抹粉 每次火燒後欄 你才跟你阿頭說 你不被人打死 你真是 賓針無常 那樣 真是搞不成功 真是搞不成功 就是 全家屬那個位置 你才去跟你阿頭說 那死定了 這些事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 大家都 毛主席 這本書 都是1938年寫的 矛盾論 那為什麼 你們不早點讀呢 這些是經典 大家這麼愛國 你為什麼不讀矛盾論呢 這些是好東西 所以你就會明白 那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阿賭sir設計到 駱少容許大一點的存在 甚至扶用招安的手段 是一件挺高明的事 我在《古惑仔》裡面已經說了 蔣天壤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說的一件事就是 不是說 同不與父鬥 父不與官鬥 但是問題是 這個之外就是什麼呢 你怎樣去保存自己的實力 而又利用他人的實力呢 就是好像在黑社會裡面那樣 他假意和阿大D做了朋友 之後他就可以用他的名義 去做更大的生意 但問題是始燒比獎的 整件事始燒會比獎 他會一路壯大 只要他壯大到差不多 你就收了阿大D被 我覺得Mutrophy的推論都有機會 他說有機會可以是 想養肥阿大D 之後殺了阿等白 之後再收阿大D被 不過很可惜阿大D想說 算雙百元次 結果就是全家產了 他因為釣魚不戴頭盔 所以才是全家產 是啊 他戴頭盔就沒事了 這件事是活該死的 釣魚不戴頭盔 我覺得釣魚應該是戴頭盔的 是不是 還有坐駕駛 坐車的駕駛輔助 你也要戴頭盔的 沒錯 自古以來也是這樣的 有甚麼人釣魚不戴頭盔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在聖經裡面 人類第一宗的罪行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阿該引殺了他的兄弟 阿伯 這件事是很古舊的 自古以來 你跟這些兄弟出門 你也應該要戴頭盔的 而最好笑的 我不知道阿賭Sir是否專門 就是 樂少殺死阿大D的武器 那個空氣 是一塊石頭 而當時阿該引殺死阿伯 亦都是用石頭去搖濕 難道用釣魚罐來搖濕他嗎 那就是用石頭 但問題是 整件事是很有趣的 因為他去到後來 他殺了他之後 他背後在播放對天歌 歌手歌的歌詞就是 星星雙色雙見 手足執手雙面 道義兩字對地對天 你想想 整件事是多麼諷刺 你只看著就是 意象是很棒的 就是你用石頭 去打死你所謂自己的兄弟 你還要背後 播放一首這麼柔和 用艾絲結他 去彈的一首歌 感覺是多麼 諷刺 是很棒的整個視角 對比 所以我很喜歡第一集的見你 好 之後就說第二集 第二集 第二集就是 駱少做了兩年 在議事後損失的辦事人 但是駱少就不肯放手 引來之後的一連串連縮反應 大家剛才聽我說了整個第一集的故事 整個故事 我都沒有講過 尖尼仔 是不是 我是故意不講他 因為其實這件事裡面 他不是一個主要矛盾 在第一集裡面 當然 在第二集 他就升級了成為一個主要矛盾 因為他最大的矛盾就是什麼呢 他想脫離黑社會去獲得自由 這個就是很呼應的 我們在三五成雲同黨那一集也好 又或者古惑仔 陳浩南的故事裡面 我們都說了很久 你們加入黑社會最大的原因 當時他們加入黑社會最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除了想威或者想得到注重之外 其實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保護 Motrophy 你記不記得 尖尼仔為什麼要入黑社會呢 當年他去做小販 被人黑 被人黑的方法就是入黑社會 官仔心收了他做大 就是收了他做靚 之後官仔心跟隆根 隆根叔 隆根叔 隆根叔在養老院那裡 醫院一直都有說那樣東西 就是說你做黑社會 你不是做到最惡最大 最華得事那個的話 你就不要做了 快點走 因為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那句話背後的意識就是想說 你沒有權力的話 你不是拿到最高權力那個 做黑社會是沒有意思的 對不對 尖尼仔其實整個感覺你都會感覺到的 很有趣的 大家看回杜Sir 他那個海報 紅色的海報 就是說三百年前 黑門也事二事那裡 你會看到海報裡面 每個人都會做手勢 他們那些手勢 可能如果不認識的人 就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但問題是認識的人 就會知道這張海報 是多麼有緣的 我們看到任達華的角色 他那隻手有一個綠字 擺在胸口 是代表他是龍頭的位置 然後我們看到飛機 飛機和東莞仔的手 都是在用 好像成本Nike那樣的 那個是代表紅棍 426的走勢來的 而如果你再看一看 Jimmy仔 你就會看到他的手 是屈了食指 然後好像整把線那樣 就代表他師職 又或者他身受白紫線一職 他是專門負責講數做師爺的 正如我們在《影文月報》 8月號那一集已經有說過了 作為師爺 他們通常都會對幫會的業務 他不是很貼身的 真的不會是最親力親為的那個 甚至乎聽人說很大機會 坊間經常說 我好像聽過做師爺的 很多都有專業資格 而事實上在黑社會裏面 你都會看到的 我們眼見有兩個師爺 一個叫Jimmy 他去了大學那裏讀經濟學 另外一個是誰 還有那個師爺叔 他也是個專業人士 對 他是一個執業律師 很像我們現實中有一個 都是業律師 大家都會明白 不說太多 是混蛋 無論如何 正如那件事 你會看到這個圖片很厚重 當然的 第二集 我們在這一集 以和為貴的開頭 就已經說了一個歷史的厚重 因為黑骨人的角色 他帶來了鴻門的規矩 或者教識了香港的烏合志眾 怎樣去組織一個自己的幫會 是這樣的 他為了令到香港帶來了秩序 這個是黑骨人的角色 在歷史紅樓裡面的象徵意義 那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了 很多人都會說黑社會這兩套東西 其實可以比美教父 你問我 我覺得他們不是同一個層級的作品 因為你問我 我覺得他們兩個 是否真的有高低之分 我覺得不是 但他們也有一個很普遍的主題 有一個分享的主題 就是在追求權力的過程 是迷失自我 對 對 他本身是Jimmy仔 他不想做畫志人 但是他為了自保 只能夠被迫參與一場鬥爭 對 他只能夠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本身只能夠被迫參與這場選舉 你記得那個嗎 我也可以參與挨過 我也挨過 黑社會也有挨過 我經常聽講答他們 你是屎啊 你是什麼心分啊 單憑你是和聯姓裏面的一個師爺仔 又或者一個大哥 你有什麼資格跟別人說愛國 人家老許 就是父全子 就是子全子 就憑你 意思是這樣 那件事是很有趣的 其實這一套東西 我覺得它有 這個直接是將 昇華的原因 就是歷史後重感 而且我覺得配樂那件事 是完全令到這一套東西的層次再提升了一格 第一集就是雲弓音 就是 你是會有那種江湖草莽的感覺 但是問題是 第二集 它不斷只是用一些很高音 還有刺耳 還有雲弓音的 一些很充滿 封閉的言樂 去把觀眾的情緒 和緊張感完全拉高 我覺得是很妙的 那個配樂 你問我 我當然喜歡羅大佑作的雲弓音 是真的很好聽的 但是問題是 第二集的配樂 才是真正令到整個系列 深色不少 因為 其實第二集 一直都在說 大家對權力那種 大家應該對權力那種恐懼 你明白不明白這個意思嗎 因為他們見識到自己更大的權力的 所以他們開始感覺到 就算你在這個自投度做得最大 你都不是真的那麼高枕無憂 你都要面臨一帶的派對你的壓迫 對你的控制 他們深刻地體驗到這個無力感 很簡單一件事 在古學仔 Lang Quint也說 你惡過共產黨 阿B 你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在Lang Quint的眼中 就是我們偉大的共產黨 其實都是一個字頭 對不對 但其實你又想回頭 在這個組織架構上 又真的有點像 例如黨支部 幹部 高級幹部 然後書記 然後總書記 然後那些 混為 你想想有多少個職級 當然 香港鴻門六級八職 因為太簡單 但你想想 共產黨有多少個黨員 你就看到架構 組織有多嚴密 這些我覺得 大家愛國愛港的 各位小先鋒 應該要好好讀一下 雖然作為香港人 我們是沒有資格加入共產黨 但不妨礙我們一火愛國的心 就像你們的小粉紅霞東 都會喜歡去讀毛澤東選集 還有讀毛三篇 論辭九戰 之後謀談論 實踐論 我也很喜歡的 我也很建議我的朋友 你們都會去讀的 你們一定會獲益良多 我們的革命鮮烈 教我們權鬥 教我們權術 這些東西 都是寶物 全部都是寶物 所以一定要讀 反觀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人就不讀讀 明明是新居要職 不過這些都不讀你了 不重要 真的不讀重要 無論如何 其實我也想大家留意另一個細節 Poltrofia 你有沒有印象 就是這兩集裡面 其實大家摺到龍頭棍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鏡頭 就是看著有一種貪男的慾望 在臉上表露外 那當然是樂笑 但問題是 例如 東莞仔和大頭 看到這支棍 分別都是不同的 大頭的樣子是 好奇 就是說 原來這支棍是這樣的 他第一次在火坑拿回來 CSO和他 都會看到 很好奇 原來這支就是早傳百多年的棍 但東莞仔看到的樣子 是開始有一點思考 是不是 然後Jimmy看到這支棍 他的鏡頭 是害怕的 他是恐懼 他看到這支棍 他感覺到恐懼 其實本身 Jimmy就會明白到 其實他根本不是一個想有權力的人 以前有一首詩就是 有人持觀歸古理 有人漏話講科場 就正如在《古惑仔》第四集裡面 浩南和山雞說的 叫雞理論那樣東西就是 你做大哥很冷空虛 你看到那個權力 你得到權力其實你不肯持有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的 那Jimmy仔的恐懼 你是會看到這一點的 那樂少你就知道 他本身權力又很重 因為所有人看到這支棍 是會有那種 就是 都是有好奇 或者恐懼 但是只有樂少的樣子是不同的 他是怎樣的 他還會貪淋和慾望 在那塊電鬥表露無畏 也會得到他 真的比我還要笑得更壞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但是我覺得 那麼多個主角 碰那支棍 有一個更加好笑 真的好笑 飛機 其實我覺得飛機的鏡頭 才是最正的鏡頭 除了Jimmy仔之外 飛機看到那支棍 他當作是一支貨物 簡簡單來說 就是他要送一支棍給火牛 我和阿公做事 誰過來我想誰 基本上他就只是當作是一個任務 其實你想回頭 他根本不知權力為何物 大頭司爺蘇都尚算會好奇 他還會覺得這個存了100年 這輛棍 還會有些感覺 來到尾 飛機 只是當作單純是一支貨物 所以真的抵他 真的上不了位 真的很認真 那件事 果然 一隻飛機 一輩子都是飛機 古惑仔不用腦 一輩子都是飛機 不是古惑仔 是一輩子都是飛機 這些就是海關戰線那句 又是底層邏輯引致底層思維 底層思維引致底層行為 你個人的行為底層就令你底層 你可以看到他殺人的時候有多麼精密 他去跟別人打架的時候有多麼拼命 他永遠還是相信他要所有人怕他 但問題是這些真是很底層的邏輯 你想想去到最後連芝麻仔 那女兒去Youtube他 連女兒都不能射他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他個人是多麼底層 你想想 如果陳浩能 真的進入了黑社會的宇宙 我極懷疑 我真心覺得 他不是大頭 他就是飛機 我覺得他比較像飛機 他是飛機和Jimmy仔之間 我會說是 飛機和Jimmy仔 可能聰明少許 聰明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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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聰明少許 因為你問我 我覺得山雞可能會做到冬冠仔 山雞是有機會做到冬冠仔 對 所以這套東西其實是很 兩集是很呼應 當然 那樣東西 但你問我 我覺得這套戲 最昇華的一幕是什麼呢 就是Jimmy 他和石警官 石志勇上了去山上面的時候 那一幕 特別是Jimmy一邊打齊 即是用拳頭打石 即是石掌官的時候 那個鏡頭的那個表現 Jimmy一邊說 你的仆街善良 但你每一去每拳打下去 他打三拳 他越打越虛弱 但問題是 阿石廳長 又或者石掌官 是面不改容 面不改容 之後 最後賭Sir就做了一個鏡頭 近鏡拍著一棵草 Jimmy背靠著這一棵草 而石警官在在遠 背靠著 是一座高山 是完美地表現到兩者的 那種層次的分別 只可以這麼說 但是究竟做了山代表什麼呢 那就不說了 即是他打了石警官 石警官是沒有打回頭 不需要 那為什麼 是啊 因為這個不是石警官的命令 因為這個來自一個更高的層級 即是石警官只是一個大上式的人 他只是一個聽將來 省公安廳 你打他 公安廳 他也不會打回頭 在上面 你想想 即是可能什麼書記 一個都救你 未到書記 那些什麼散 都救你命的 是啊 很恐怖 基本上就是那些什麼 九品芝麻官 巴龍星見到瑞絲提督 之後就去問一下有為 他是什麼 瑞絲提督 高你20級左右那些 即是那種感覺 即是很卑微 所以你就看到了 但是呢 就正如片頭這樣說 這一套戲 Jimmy最大的核心是什麼 大家覺得 Mucho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 Jimmy仔是這套戲第二集 以和為歸 他最想做到的是什麼 他最想做到的就是 脫離這個黑社會 即是做回政黨生意 但他最後發現 變成了黑社會 一輩子都黑社會 他脫離不了 這是一個最大的矛盾 如果以今集來說 其實技術 但你問我 我覺得呢 即是你既然都被人招案 其實其實石警官才是真正 令Jimmy仔脫離黑社會 的那個人 可能大家這樣說 會有點不明白 即是大家會覺得很猶疑 那樣東西 咦 等等 他要Jimmy生生世世代代相傳 他的那支棍 簡單來說 Jimmy仔生出來的 那個律師也好 有醫生也好 他兒子一定是要做黑社會大哥 但問題是 他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石警官代表著背後的勢力 來到香港之後 他建立了一套秩序 就好像當年黑骨人一樣 建立了為香港這些人 建立了一套新的統治體系 一個新的秩序 結果 去到最後 有沒有人會再去理會 Jimmy仔是不是一個黑社會 因為都不會再有這些罪案 因為罪案都已經受到控制 而Jimmy仔也有足夠的資本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自己的生意 去到那個時候 又有誰夠膽可以說他半句 去到最後他就是脫離黑社會 這是諷刺的 但其實事實會是這樣 這個又是矛盾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董Sir 在這套戲裏面 想帶出的那個象徵意義 很有趣 正如說 其實人大部份時間都是心不由己 就像黃焦所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 不同程度的普遺 對 不同程度的普遺 其實難這麼說 真心這麼說 Jimmy仔覺得自己脫離了自投資 是否真的有自由呢 你錢會跑掉的 對吧 你做正當生意 你也看到 你也有公權力可以限制你的 你也是會受到資本所限制的 哪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除了你制定法律那些人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法律本身就是用來限制當權者的 但問題是我們華夏傳統就比較有趣 由法律開始都會認為 法律是用來限制自民的 這句話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能就要聽我 即是《古惑仔》那一集 大家會明白那件事 如果知道法律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就是這樣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出去 還記得追蹤我們兩個的IG 去到這裏其實要多謝 如果有觀眾是可以由三五成群聽到 黑社會這裏 那你真是聰明 給點掌聲自己 當然啦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真的從頭聽到尾 讓我至少感受到 有人是真的在聽我說話 不是只有《古惑仔》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